是我见过最不侥情 最直白的女主 跟男主发生误会 她会立马当场成亲 结婚第二天对女佣男女 她二话不说雷霆手段出 得知未来世界将被魔兽攻占 她也不做以待地产 积极女 女主名叫伊莱娜 国爵家养尊此优的三千金 故事最开始 伊莱娜逛街时偶遇一位期待婆婆 心善的她也没多喜 看老婆婆挺可怜的便叫人送了些吃事点 当天晚上 伊莱娜便做了个梦 梦境里一个陌生的侍女拉着她逃命 她还没反应过来 抬头便看到 蜜蜜麻麻 是 宛如世界末日降临 伊莱娜惊骇 为什么前一刻她还在房间安然入睡 下一刻整个世界就变成人间炼狱 侍女拉着她奔跑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 前方突然传来少女求救的声音 接着两人便看到 一个花季少女可没来得及逃到门外 确实身后一头巨大的魔物充斥路 伊莱娜惊的路都不会走 愿由侍女拉着她狂奔 而从侍女口中得知 自己的父亲已在十多年前因病去世 哥哥姐姐也在五年前因发生马车事故而双双身亡 侍女还没来得及解释那些魔兽 为什么突然出现在独自 就被一只魔物的利爪贯穿胸 当场狗蛋 临死前她拼尽最后一口气 告诉伊莱娜往西走 找到一家名为日出之灵的酒骨 望着惨死的女佣 伊莱娜凭借本能逃命 终于找到了女佣说的酒骨 酒馆里住着一对小夫妻 他们热心地接待了伊莱娜 短暂的平静 伊莱娜终于能弄清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原来大陆变成这样已经有一年多了 而且现在死亡国历八百七十七年 也就是说 比起她入睡前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这不可能 伊莱娜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我是在做梦吗 可我受伤的膝盖直到现在都是火辣辣的 这难道是现实 此时门外却传了乌乌壮门的剧场影响 小夫妻立即拉起伊莱娜 让她躲进地角 她问女主人安娜为什么不跟她一起躲进去 安娜却一脸平静地告诉她 要和心爱的丈夫共同复死 这是一个让人无比绝望的夜晚 伊莱娜全坐在角落里 抱紧自己 恐怖地撞击 乍想在了 伊莱娜只觉她不仿佛身处地面 她不由回想起自己那沉默管言的父亲 虽然有点大男子主义 可每到母亲的生日或忌日 她都记得给母亲送花 并和她聊聊天 而她的姐姐和哥哥 虽然一见面就会吵架 但他们都十分疼爱她 姐姐总是很照顾伊莱娜的情绪 哥哥虽然嘴欠 但会给她买各种各样的衣服鞋子 伊莱娜不停回想那些美好的回忆 只为了让自己坚强 可惜好运并没有降临到她身上 第二天醒来 伊莱娜走出地角 发现酒馆已经是一片狼藉 而小苏妻倒在血泊里 两人的手紧紧牵在一起 伊莱娜感到极度悲伤 这时身后却传来魔物的动静 她转过身 癫狂大笑 面前是魔物毫不留情地伸出力尘 刺入伊莱娜的胸膛 让人窒息般的疼痛传来 瞬间让伊莱娜惊醒 只因白天救助了一位老婆婆 晚上便做梦穿越到二十年后 世界已经被无数的魔物占了 都城近回 生灵涂炭 醒来的伊莱娜 很快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噩梦 她立马联想到白天遇见的老婆婆 马上派人出去寻找 而庸人也很快带回来消息 老婆婆让伊莱娜亲自去见她 伊莱娜二话不说当即起身前往 破旧的巨大帐篷 伊莱娜再次见到那位神秘老妇人 你来了 我猜是因为我能改变未来 您才让我梦到那一切的吧 伊莱娜猜得没错 但接下来老妇人的话让她精在荡场 您知道排伊逊 麦伊哈德公爵吗 这位大名鼎鼎的人 伊莱娜自然是听说过的 传闻中的怪物公爵 从出生起变背负被祖宗的秘密 听说她脸上长满了皱雾 所以她从不以真面目出现在人情 但是这个人和伊莱娜身上发生的一切有什么关系 伊莱娜不由将心中疑惑说出 她的孩子今后将成为拯救世界的勇士 这位勇士将唤醒传说中的圣剑之力 并用其刺穿魔王的心脏 这是能够阻止那场悲剧发生的 唯一方法 一直勾搂着身体的老妇人突然抬起头 眼神直钉着伊莱娜 请您铭记 只有灵魂相通 才能诞下勇士 我要和您说的就是这些 请您回去了 伊莱娜还欲说什么 下一刻就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帐篷来 仆人关心的上前询问 伊莱娜明白再回去找她 也只是徒劳 只是老婆婆的说明太过努力 她翻遍了各种书籍 也只在一本书上找到相关记者 魔兽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几百年前 所以魔物的确有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即使她将这件事公之于众 大概率只会把她打成封门 伊莱娜苦恼无果 决定先从哈德公爵这边入手 而从仆人口中得知 哈德公爵最近正在跟人联姻 联姻的对象竟是伊莱娜的表情 林顿加德米埃勒小姐 伊莱娜是个行动盘 当即就冲到林顿加 开门见山问米埃勒有关联姻的事情 伊莱娜急冲冲赶到表妹家 开门见山便询问有关表妹 和哈德公爵联姻的事情 果然表妹一脸沮丧 表示自己一点也不想嫁给公爵 伊莱娜不解 不就脸上长了点符纹吗 有什么可怕的 但是表妹对怪物公爵的可怕印象 已经根深蒂固 任伊莱娜如何说服都无动于衷 更别谈结婚后还要给公爵生猴子 麦伊哈德公爵自出生起 脸上就有一片黑色斑纹 至今没人知道那片斑纹究竟是什么 上一任公爵夫妇呕心沥血 也无法让斑纹消失 人们渐渐开始猜测 很可能是受到了古代恶魔诅咒 再加上公爵家后来还发生了不幸的意外 更加认为是诅咒带来的恶欲 人人避而远之 表妹反问伊莱娜 如果是你的话 你愿意和他生猴子吗 有什么不愿意的 心思直白的伊莱娜 只觉得那些传言都是无稽之谈 受到恶魔诅咒的人怎么可能生得出能当勇士的孩子 表妹气恼喊道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头 要不你嫁吧 而且表妹早就计划好结婚 当天要和自己的恋人私奔 伊莱娜头都大了 女主角跟人跑了 谁还跟公爵生孩子 那世界不有 伊莱娜左思右想 觉得靠表妹的话 这未来世界大概率要完 看来还是要本小姐亲自出马 没错 伊莱娜决定代替傻表妹 嫁给哈德公爵 然后替公爵生猴子 这是目前最为稳妥的解决方法 于是伊莱那个行动派 立马带着表妹找到林顿侯爵 侯爵喜出望外当即点头头 接着他又找到自家老父亲 言语恳切表明 自己早就对哈德公爵情根深重 这辈子非君不嫁 老父亲无奈看见小女儿 最终拗不过女儿的请求只好答应 在女主雷厉风行的安排下 婚礼很快就举行了 看到这小编直呼女主牛掰啊 这是我看过以最快速度 自己搞定结婚这件事的女主 女主虽然圣母心 但是她独立自主 美丽强大会思考 小编要给你点一万个子 婚礼当天男女主两人终于见面了 哈德公爵脸上戴着精致的花纹面具 看向缓缓向她走来的伊莱娜 一心要生下未来拯救世界的勇士 伊莱娜如愿嫁给怪物公爵哈德 礼堂里哥哥正牵着伊莱娜的手 缓缓走向神座下的新郎 伊莱娜目不转睛盯着这个将要与她共度一生的男人 高大的身材 挺拔的身姿 即使脸上戴着面具 也难演男人高贵精致的气质 伴娘艾米勒悄悄覆到她耳边 出声提醒 就算在兴起 也不能一直盯着人家看了 伊莱娜才惊醒过来 此时新郎伸出手 欲要将自己的新娘接过来 哈德牵起伊莱娜 后者的眼神却怎么也一步 只勾勾盯着她 两人来到神父面前 神父送上最神圣的宣言和祝福 她的手好大 连肌肉也都是超大版 伊莱娜在神父的宣读声中出了个小差 满脑子想的是旁边的男人 终于来到了最后的结婚宣言 伊莱娜索尔泰小姐 您愿意以神的名义启示 这一生 您都会深爱且珍惜新郎凯依逊 麦依哈德公爵吗 我愿意 新郎凯依逊 麦依哈德公爵 您愿意以神的名义启示 这一生 您都会深爱且珍惜新娘伊莱娜索尔泰小姐吗 我愿意 哈德公爵置地有声地回答 顿时搅乱了身旁少女荡漾的春星 婚礼结束后 伊莱娜的亲人纷纷与她道歉 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 伊莱娜即将前往公爵的领地生 这就和我们这里的女生嫁人一样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以后再想回趟娘家都不容易 最后老父亲看向以嫁为人妇的小女儿 正想嘱咐什么 伊莱娜却调侃起她 哥哥姐姐一阵吵闹后 伊莱娜最终脸带伤感看着自家老爹 爸爸 谢谢您把我养大 您要保重身体哦 好 坐在去离开家乡的马车上 伊莱娜不禁回忆起之前梦里的事情 如今身体十分康健的父亲 会在十年后因病去世 而金明的姐姐和哥哥 也会在十五年后遭遇马车事故 我能否想办法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呢 虽然伊莱娜之后又去找过老婆 但她已经无影无踪 不知去向了 伊莱娜不禁懊恼 早知道在梦里的时候 先问清楚那个女佣的名字就好了 本本打算在新婚之夜哭倒公爵的伊莱娜 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被放鸽子了 少妇一脸气恼 把侍女叫进来问怎么回事 因为公爵大人说不要叫醒您 什么 她说这一顿周车劳顿您肯定已经很累了 而且昨晚领地内有怪物出没 好吗 原来人家没忘记自己 只是上山打怪兽去了 可之后的一天 两天 三天 直到第七天 伊莱娜连连公爵的毛都没看见 正当少妇一脸抓狂 恰好听到两名女佣的悄悄话 原来竟是这两个二百五字做主张 替伊莱娜拒绝了公爵的见面 表面上看似为伊莱娜着想 实际就是看人家是新来的好拿捏 他们以为自己演示得很好 作为侯爵家出身的千金小姐 实际一眼就看透这些无聊的把戏 伊莱娜也不惯着他们 直接喊来管家和女佣长 当场给予两人各受五鞭 禁食两天的处罚 书房内 第一次见到哈德公爵真容的伊莱娜呆住 她快步走到公爵身边 情不自禁伸出手 我可以摸你吗 得到同意后 她轻轻抚摸着自家丈夫布满周英的礼 把皮肤豪软好好摸 伊莱娜简直摸上瘾了 怎么公爵的皮肤比我的还好 发现自己摸过头的伊莱娜反应过来 假装亲和两声也是尴尬 其实我刚才处罚了两名女佣 我听说了 那你听说处罚原因了吗 嗯 我这几天都没睡好 因为在等某个人 伊莱娜语气有点小能念 我可没有和丈夫分床睡的癖好 最后羞羞地表示 今晚一定要过来和我睡觉觉 转身羞红着脸一溜烟地跑吧 咱们女主再怎么说也是侯爵小姐出身 也是要脸皮的好嘛 晚上伊莱娜把自己喜香香 坐在床上等着公爵过来 终于要来了吗 扑倒公爵 然后降降娘娘 生下未来拯救世界的勇者 伊莱娜不断给自己打气 公爵如约而至 再次询问是否真的要跟他一起睡觉 当然了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跟你生猴子啊 但是 伊莱娜看着还穿在公爵身上的衬衫 疑惑问道 不脱衣服吗 谁来告诉他 这个男人到底是个什么瓶子 这么大的漂亮媳妇送上门 他竟然无动于衷 还对媳妇说 女人 我是不会泡你一根手指的 老伊莱娜好不容易说服公爵过来跟他困住 等他做好一切准备 结果公爵还真只是单纯的睡觉 完全没有进一步的意思 一天 两天 三天 伊莱娜脑结了 什么情况 难道是老娘表现得不够明显 于是伊莱娜决定抛开脸皮 不用主动出击 我们 要一直这样什么都不做 伊莱娜鼓足勇气脸红心跳说出这句 以为能等来丈夫热烈的回应 没想到公爵确实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虽然你是我的妻子 但我是不会刺你一根手指 莫 你不知道我那个我俩还怎么生猴子 那以后整个世界都得玩完了 山不来救我 闹得来救山 于是伊莱娜秒变为爱辅长的勇士 直接上手发公爵的衣服 把公爵吓得整个人都压麻呆住 等 等一下夫人 等个PS 伊莱娜现在非常愤怒 老娘色诱了你大半个月 你现在竟然要当伙子 没门 马德 这衣服怎么这么难做 你的衣服是长在你身上了吗 抱责的老婆吓得公爵大人一脸脸 他无奈抓起床单 将正在哈脾气的可爱媳妇包索 然后一把将人抱进怀里进步 伊莱娜又气又贴 公爵大人则是抱紧了香香软软的夫人 嘴上温柔劝着快睡觉 手里不停轻摔 像哄娃娃似的哄着自家老婆入睡 闹了半天的伊莱娜眼泪 加上睡前为了准备干那件事 给自己赚了两大瓶 在公爵的轻开声中很快睡得 而此时公爵望着熟睡中的可爱妻子 只觉一股从未有过的暖衣传遍全身 流入心田 伊莱娜的经历让她开始怀疑自己 她问身边的女佣 是自己不够漂亮吗 谁知这个女佣估计是隔壁中文戏毕业 对着伊莱娜一个劲的猛头 那三寸之舍滔滔不绝 关键是用词还不一样 在这一大片赞美声中 伊莱娜感觉自己又可以 她冷静分析公爵为什么不看自己的人 既然问题不在自己身上 那一定是公爵这边有什么问题 行动派的伊莱娜二话不说 午餐时直接将心中的疑惑问几 公爵一脸真诚地向伊莱娜抱起 承认确实不是自家媳妇的问题 她有不能做的苦衷 但却不能告诉伊莱娜 虽然不明白公爵大人有何苦衷 不过没关系 伊莱娜看着手中的夫妻生活 等她吸收完这几本桂花宝典 相信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接下来的伊莱娜 仿佛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什么 原来夫妻间降降酿酿 还可以上上下下左右右 伊莱娜不眠不休把那几本宝典看了 等女佣找到她时 整个人已经憔悴如狗 趴在桌子上 虽然身体很累 心里却有一股满足感 为了让自己清醒过来 她就脑袋狠狠撞在桌子上 额头瞬间红肿一片 此时脑子灵光一闪 她想到什么 立即冲过去找公爵 完全忘记自己额头上的大包 当公爵大人看到自家小娇妻 顶着红肿的额头冲到自己面前时 一时亚麻呆住了 怎么了 没事 小娇妻还没意识到自己额头上长包 有时间没 有时间 你有什么事吗 没啥事 就是过来吓吓你 没错 原本伊莱娜的目的 就是想看到公爵惊慌失措的样子 不过目前看来 计划又失败了 你还记得昨天在餐厅 你说会答应我任何要求吗 当然了 夫妻知识除外 伊莱娜气死 随即点面前这个大混蛋提出三个要求 一 不能因为他莫名其妙过来而生气 二 不能赶他走 三 他要和公爵单独相处 公爵看了一会儿小娇妻 发现他是认真的 于是吩咐庸人们先出去 没有命令不得进来 看到丈夫这么听话 伊莱娜的心情才好转一些 是时候展现我的魅力 伊莱娜优雅地坐在书桌上 夫人 此时公爵很想提醒小娇气头上有包 少妇却沉浸在色诱男人的动作上 轻轻将左边的头发撩到耳边 用他自认为最诱惑人的声音问 怎么了 心里不惊得意 想当初他家的傻哥哥 就是这样被他唬住了 但是什么情况 他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看来老娘功力还不够 于是伊莱娜又提出新的要求 你夸夸我吧 你觉得我长得有多漂亮 公爵大人不经汗言 在说与不说间摇摆不定 傻乎乎的伊莱娜还以为公爵觉得他不漂亮 眼睛微眯盯着他 公爵大人立马蹦出一句 你很美 专注的神情让伊莱娜小心脏通通跳 不小心从桌子滑落 公爵立马站起身将人捞住 少妇的脸瞬间爆红 公爵大人深情凝望 你没事吧 没事 嗨嗨 快说说 我哪里美 此时不善于言辞的公爵大人化身互联网嘴屁 对老婆一阵猛夸 你的银发看起来很高贵 眼睛很漂亮 瞳孔的眼神很独目 接着眼神落到伊莱娜撑着桌子的手上 还有你的手指也很好看 公爵大人诚心诚意的赞美之言 撩得伊莱娜心头荡漾 他羞大大的让公爵喊他的名字 你还没有叫过我的名字呢 伊莱娜 你现在的名字是 伊莱娜 麦伊哈德 最后一个要求 以后我们单独相处时 你就叫我的名字吧 回去后伊莱娜所在被子里 回想刚才自己豪放的行为 是不是太过激动了 此时女佣却送来一盒药膏 说是公爵大人吩咐她 伊莱娜疑惑好端端的 为啥要送她药膏 不一会儿 城堡突然到处遇到 今天地气鬼神的嚎叫声 谁来告诉她 为什么当时没有一个人 提醒她的头上有包 伊莱娜觉得自己要射死在城堡里 是形象如命的贵族少女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五天 第一天愤怒 第二天自责 第三天绝望 第四天忧郁 第五天终于 额头上的包销下去了 被深人静的城堡内 穿着顺衣的少傅 提着一盏油灯 穿过空龙一人的走 少傅面目争鸣 正是一心想要扑倒 自家丈夫的伊莱娜 继前几次的行动失败告终后 伊莱娜发现她忽视了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得先让丈夫放下 对她的防备 也许是出来乍到 就跟她说生孩子 把她吓到 所以 她制定了一个新境 就是先冷落丈夫五天 她才不承认是因为额头长高的事情 装作对生孩子已经失去兴趣 还装得很潇洒 等她以为自己已经放弃了 再趁机爬上她的床 然后降降酿酿 伊莱娜轻轻将油灯放到桌上 看着床上那个帅气俊秀的小鲜肉 她露出胜利的笑容 新鲜美味的鲜肉啊 把老娘来演 画面一转 伊莱娜已经身处庭院中 一阵秋风划过 虽凉了伊莱娜那颗破碎的心 风消消息心碎凉 老娘的节操不复还 第一天 她用被子把我裹了起 第二天 被子换成了床单 第三天 我直接放弃 可恶 要不我直接告诉她真相了 二十年后世界会灭亡 所以你就乖乖地配合我把衣服刷了吧 伊莱娜沮丧的摊坐在地上 感觉扑倒丈夫的道路前途渺茫 不由想起给她漠视预言的老婆婆 突然灵光一动 若是拿着老婆婆的画像派人去寻找 不就有机会见得到她了 说做就做 伊莱娜立即起身去准备画展 一只可爱的小蜜蜂却拦住她的去 吓得她魂都飞了 脚下不小心一扭就要摔倒 一位亮眼的金发帅哥接住了她 暗里被帅哥接住至少该脸红心跳 伊莱娜却感觉周身一股恶寒 而面前的男人活向着阳光开朗大南海 兴奋地介绍自己叫马拉松 伊莱娜立马记起来 是每年专门过来交付草药的家族 两人闲谈了一会儿 了解到她是亲自过来交付草药的 并且会在这待上一段时间 伊莱娜以为是自己的错局 可是在离开后 那股恶寒又莫名的出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叫马拉松 今年27岁 家中排行老二 至今未婚 小侍女的知识储备 又一次刷新伊莱娜的认知 男人27岁 按理说娃都会打酱油了 为何她至今单身 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没有的 小侍女回到 听说她名声很好 对待下人彬彬有礼 也没什么野心 据说她把继承人志位 直接让给了她的姐姐 从小侍女得知马拉松应该是的好人 可她感觉到的那股恶寒气息是怎么回事 伊莱娜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她一向很相信自己的直觉 就像当初做了个梦 就直觉出那是真实事件 她让小侍女握住她的手臂 非常正常 没有出现那种感觉 于是伊莱娜想到公爵大人 想让她也握一下看看 伊莱娜还是第一次这么文雅的来找自家帐子 自己反而有点不好意思 她让公爵伸出手给她看看 公爵虽然不知道小娇妻这回又想搞什么名堂 还是乖乖把手递给她 伊莱娜握住老公的大手 仔细端想 这手真漂亮 这修长的手指 这柔软的触感 还有这粗糙的茧子 是练剑练出来的吗 完全忘了正式的伊莱娜抓着奔绝的手 不由联想到公爵练剑的样子 那宽阔的肩膀 那修长的四肢 还有那结实的肌肉 夫人一声叫喊打断了她 公爵看着不停揉捏自己大手的小胶漆 请问我的手有什么问题吗 伊莱娜才醒过来 整个人弹跳太冷 脸蛋瞬间爆红 那个 这是我的爱好 哈哈哈哈 伊莱娜慌乱的语无伦次 镇定下来后 看了一会儿 又把老公的大手拿起 跟自己的贴起来比较 感觉很新奇 你的手这么大 而我的手 只有这么小 没想到自己的手比她的小那么多 伊莱娜莫名有点心痒痒 一阵胡闹后说到正式 伊莱娜伸出胳膊 让公爵握住 公爵瞪大眼睛盯着她 伊莱娜立马解释 你放心 我是有理由的 没有什么奇怪的心思 等公爵大人双手握住她的胳膊 伊莱娜闭眼仔细感受 发现没什么感觉 就叫公爵往下一点 再往下一点 就是那里 嗯 再用力一点 这旁人不知道的话 还以为她俩干啥呢 果然伊莱娜刚说完好了 公爵大人以0.01秒的速度弹开 伊莱娜还以为对方是嫌弃自己 殊不知等她离开后 公爵捂住半张脸 望着伊莱娜离开的方向 止不住的脸红心跳 哎 小娇妻的诱惑功力越来越强了 真怕自己哪一天克制不住 把人给那啥了 赵复在自家庭院偶遇一位神秘男子 男子长相英俊帅气 表面看起来像得阳光开朗大满海 但在肢体接触的一瞬间 赵复浑身像被一股无比恶寒的气息缠绕 伊莱娜一向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 就如当初那个末世的预言梦 可后面经过一番调查 还是什么都没查出来 正当伊莱娜苦恼无补 却偷听到两名女佣的悄悄话 但描述的情况非常相信 名声好 看起来很和善 私下却做着买卖人口的勾当 关键是女佣跟那个人接触时 同样感受到了令人恶寒的气息 伊莱娜只觉哄的一声 整个人定在原地 好巧不巧的身后突然冒出男子的声音 公爵夫人 马拉松扬起大大的笑脸 跟伊莱娜打招呼 后者吓得差点原地去世 抱歉 我吓到您了吗 伊莱娜慌忙摆手 没有 我只是正巧在想事情 马拉松兴奋的向前一大步 您不介意的话 正好我们一起去餐厅吧 惊魂未定的伊莱娜想起刚才女佣说的话 胡乱甩了个借口便溜了 等马拉松反应过来时 连伊莱娜的车尾气都没看到 直到跟公爵大人一起用餐 伊莱娜还琢磨着上午的事情 从公爵那了解到 马拉松会带到草药交付完 等一下 草药 如果她心怀不满 偷偷对草药动了手脚 那公爵城肯定会受到巨大的损失 关于我丈夫的传闻也会变本加厉 伊莱娜定定望向公爵 公爵大人看向小娇妻 不明白为何她在听到马拉松的行踪后呆住 那个 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沉浸在自己思绪的伊莱娜 完全没发现自家丈夫正用古怪的眼神看着她 她只想着如果自己阻止了这次公爵城寿所 那么公爵会不会在万分感激之下 一个激动就答应跟自己生猴子呢 少妇一边幻想着一边猛地用手戳着餐桌 公爵则是一脸汗颜地看着她 我可爱的夫人又在想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为了自个的生子大忌 不对 是为了公爵城的安全着想 伊莱娜决定亲自出马试探马拉松 她先是命令小侍妮再仔细调查一遍 包括有关她的传闻 人际关系 还有她在公爵城里的时候都做了什么 另外将画好的老婆婆的画像交给小侍妮 向其一同寻找 另一边 她派人邀请马拉松共进入餐 想通过近距离观察找出她伪装的破绽 但是一顿饭下了 伊莱娜开了800个新颜子 也没能瞧出这男人的破细之处 但在用餐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一名女佣上菜时不小心打碎了盘子 女佣在一旁诚惶惶惶地道歉 马拉松竟亲自蹲下身收拾 女佣的小脸瞬间涨红 伊莱娜觉得这不是什么让人脸疯心跳的事情 即使心有疑惑也很快略过 结束午餐后两人在庭院中散步闲谈 再问到她为何要亲自押送药服时 男人表示出一番对生命高度赞扬的态意 至此伊莱娜几乎要放弃怀疑的念头 上回吓到伊莱娜的小蜜蜂却再次出现 结果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姿势 伊莱娜再次和马拉松肢体接触 而这次周遭感受到的恶寒更加强烈 这时小侍女带着调查的结果回来了 调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 只不过小侍女欲言又止 没事你说吧 伊莱娜命令道 那个这几年来 只要马拉松少爷来过我们城堡 不出两个月 我们公爵城就会有一名女佣辞职 伊莱娜颇为惊讶 小侍女地上记录报告 伊莱娜仔细翻阅 发现确实 几乎每一个都是在马拉松离开后的两个月内辞职 按理说城堡内偶尔有人辞职并不稀奇 但是 马拉松是三年前开始亲自交付药物 而这种情况也是三年前才突然出现 这一点非常可疑 于是伊莱娜让小侍女把女佣长叫过来 没想到的是 女佣长知道这一情况后 更是说出了让人震惊无比事实 伊莱娜将女佣长叫来 询问那些辞职的女佣是什么情况 女佣长说她们辞职的理由几乎一样 都是说老家有事需要回去 她们都不是本地人吗 是的 都是从其他地方来谋生活的 城堡里还有和她们关系好的女佣 需要我叫她们过来吗 接着女佣长叫来的那些和辞职女佣关系叫好的朋友 几个小女佣议论纷纷 我记得她当时有点奇怪 她看起来身体不太舒服 还会呕吐 而且还总是嘀嘀咕咕的说 这不可能 我也听到过 我听到的是 肯定是出了什么差错 还有这也太荒谬了 等一下 所以她们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不知道 我也不太清楚 调查再度陷入僵局 第二天 伊兰娜让小侍女准备了一瓶高浓度红酒 她带着酒敲响马拉松的房间 进去后先把窗帘拉上 然后说自己有些烦心事 需要找人倾诉 于是带来美酒一瓶 准备和她开怀畅饮一番 没错 这会伊兰娜想出的办法 就是灌醉马拉松 从她的口中挖出真相 伊兰娜在身上藏了一条帕子 偷偷把酒倒到帕子上 很快马拉松就被灌得晕乎乎的 您是有 什么烦心事 喝醉了的马拉松迷迷糊糊发问 伊兰娜其实没什么烦心事 只想试探马拉松和那些辞职的女佣们 到底有没有关系 她准备先糊弄一下 再慢慢深入 于是随口说了一句 算是关于孩子的问题了 伊兰娜一脸坏笑 心想夫妻之间的烦恼 不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 结果马拉松却说她明白了 伊兰娜心里不禁吐槽 你个单身狗明白啥 马拉松突然兴奋起来 如果我能为您解决步虑 您能给我什么好处呢 伊兰娜嘴上回应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实则内心浪漫她懂怎么解决吗 其实 我有药 你是说生孩子的药吗 世面上不是到处都有吗 不是帮您怀孕的药 而是让您怀孕的药 什么意思 伊兰娜不解的望着面前喝醉的男人 马拉松撑的下巴一脸淡小 说出的话却让人胆战心惊 这种药 能让您在不和男人发生关系的情况下 让自己怀孕 的意思是 什么都不做 就能怀孕 没错 只要吃了药 立刻就能怀上孩子 伊兰娜觉得荒谬极了 我知道 您肯定很想生下继承公爵之位的子嗣 但是 又不想怀上怪物的孩子吧 原来 马拉松的母亲 当年是被逼嫁给他父亲的 他的母亲一直活在痛苦中 正常时像个母亲那样疼爱孩子 发疯时却又疯狂辱骂孩子的父亲 最终心病还是侵蚀了他的身体 临死前都还在灌输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只是我自己的孩子 没有掺杂你父亲的血淫 于是从那时起 马拉松的人生观变得扭曲 他发誓要阻止一切像他这样的人讲事 此刻 他风魔般认为伊兰娜跟他是一样的小子 我已经检验过药效 包你满意 你已经检验过了 怎么检验的 伊兰娜早在口袋里放了一颗开启的影像球 就等着录下马拉松承认罪行 对方毫无所觉 直接说说自己是通过给女佣们下药来检验药性 伊兰娜表面附和了 实则内心已经被五心的不行 他礼貌起身准备告辞离他 马拉松却一把拉住他的手索要抱住 伊兰娜以为他只是想要金钱权利之类的 没想到对方竟想和伊兰娜做运动 我从第一次见您时就在想 您这样的美人 真是便宜那个怪物 没想到我竟然会有赞叹怪物眼光的一天 马拉松自我感动式的拉踩公爵道 左一具怪物右一具怪物 气得伊兰娜全身发抖 又是谁无可能的 省了对方更活伤如银 你说谁是怪物 就因为我没发 你就说的没完了是吧 被打成猪头脸的马拉松还没访过 伊兰娜更胜的用 他紧大话 别叫我夫人 你这个混蛋 能叫我夫人的男人 只有我的丈夫 他不是怪物 而是我的丈夫 你这个人渣 马拉松被抓住后 竟然开始狡辩不承认下药的罪行 您有证据证明 我测试时没有经过女佣们的同意吗 伊兰娜气不可恶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什么时候说 我的测试对象是公爵城的女佣吗 伊兰娜恍然大悟 该死 看来是自己大意了 当时就应该再忍一忍了 一旁的公爵大人却似乎早有准备 问下人们马拉松 启程回家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说是两天后出发 那只要在两天内找到证据就可以了 这段时间就先把他关起来吧 接着吩咐管家 本 你在天亮之前 把我跟你说到过的那个人 带到城堡里 伊兰娜望着沉着冷静的丈夫 心里涌现一种微妙的感觉 而本拼命带回来的人 竟是几个月前 从公爵城辞职的医生 伊兰娜不解 听说那个医生藏身的地方 离宫绝城有半个月的路程 他们是怎么在一天内找到他 本宫静的回答说是请了魔法师 伊兰娜知道 请魔法师办事那是相当昂贵的 她悄悄问老管家 本 你们花了多少钱 老管家只打起哈哈 伊兰娜撇撇嘴 看来是没打算告诉我的 小侍女巴比 哐当推开大门 夫人 那个医生招供 立马收获老管家的眼刀子 伊兰娜赶紧给小侍女救折 没事 是我让巴比一听到消息就立刻回报 原来当初医生被马拉松收获后 就在适当的时机 找了个借口 给女佣们做了次检查 并做出了怀孕的诊断 然后便劝说他们回老家戴产 祖咒 他说他们是中了祖咒 真是张口就来啊 是的 所以他说这种事告诉周围的人没有好处 不如直接回老家 好好生孩子 听说他还不让女佣们把孩子打掉 说这样的话 他们会受到更大的祖咒 关键是那些女佣们竟然都相信 一来奈气的框框打桌子 该死的传闻 该死的诅咒 该死的怪物 吓得小巴比不敢吭声 一来奈气呼呼 没事 我不是生你的气 那个医生受到什么阻挫 他被砍掉了双手 还被割掉了舌头 那还差不多 毕竟他迫害了那么多个女佣 不过 自家丈夫是怎么知道那个医生被收开 看来公爵大人并不是一如所知 相反 他对那些服侍自己的下人很熟悉 并且十分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 等公爵大人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小娇气一脸严肃的等着 我有话跟你说 一来那疯疯火火的拽走自家账 将人壁咚在门上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如实回答我 公爵大人还在猛逼撞我 什么问题 让你这么 你先答应我 你会对我如实相告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告诉你 一来那顿石崩着个脸 哼 给自己留退路是吧 没关系 我只要用我这犀利的眼神自行判断就可以 你不是说你不能和我做那种事 你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关于你的传闻吗 因为你觉得自己受到了诅咒 就担心我们做那种事会对我不利 对吗 一来那说出心中的猜想 如果对方是肯定的答案 那么他一定会毫不介意扑倒他 在他的预想中 丈夫从此打开心结 乖乖让他扑倒 然后两人如愿生下未来勇士 Happy ending 可是 为什么自己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但事实却是 如果他是因为传闻才拒绝 他反而会生气 而且是非常生气 两久的沉默后 公爵大人终于回答了这个问题 不是 一来那顿石松了口气 全身无力般蹲下 真的吗 你没骗我 真的 没有骗你 收到答复后的 一来那原地父 接着又用他那 360度无死角的 犀利眼神 看向丈夫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算了 你不回答也没关系 反正我也没报希望 知道自家丈夫 那么有不录性 一来那没准备问到底 正想伸手开门离开 一只大手却按住了 等一下 夫人 可以给我看看你的手臂吗 一来那一愣 接着举起自己的右臂 不是这一只 是左臂 一来那的心情有些微妙 接着顾左右而言他 一来那一声严肃的喊声 制止了他 给我看看你的手臂 公爵大人再次重复自己的情景 好不好 眼里一满了对自己的关系 少傅轻叹一口气 最终乖乖举起自己受伤的统地 公爵大人撩开衣袖 手臂上一整块红肿的皮肤映入炎 公爵的神色骤然变冷 少傅迅速地收回手 现在行了吧 是马拉松弄的吗 如果我说不是的话 你会信吗 公爵大人神情冷肃 与气里带着些许责备 你为什么要去试探他 就为了那点事情 至于让自己冒着受伤的危险吗 这也不算受伤吧 一来那被问得有点心虚 又有点委屈 自己只是想揭露 马拉松的罪行 结果最后不管人证还是物证 查到的都是他 越想越委屈的小娇妻 眼里泛起了泪光 还能是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 我以为我立下大功 就能和你做那种事情 所以我才以身犯险呢 行了吧 一通发泄后 伊莱娜才惊觉自己说了什么 公爵大人也从猛逼状态回转过来 我会派人送药到你的房间的 伊莱娜却灵机一动 要对方亲自给自己上药 作为立下大功的赞赏 公爵大人二话不说答应 小娇妻立马笑谈了花 当天下午 马拉松承认了所有罪行 她以交付药草为由来往各地 由此对各地的女佣们进行了测试 听说足足有20名受害者 伊莱娜真的是被阅到 那个疯子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使命 后来马拉松的家族要亲自问罪 于是将她交与她的家族处置 城堡里的女佣们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同时又对马拉松的行为感到差异 所以她为什么要做那种事呢 几个小女佣聊着最近的事情 应该就是个变态的品号 不可能 她肯定是有什么理由 伊莱娜站在一扇落地窗前 目送押借马拉松的车队离开 望着手中的影像球 最终这东西也没能派上用场 因为她并不想让账族听到那些话 供词转移到其他影像球 这个就做废调好了 于是伊莱娜叫来老管家 让她帮忙报废调 温慌的灯光下 小娇妻在丈夫怀里不停挣扎 原来是公爵大人正在给伊莱娜擦药 太痒了 伊莱娜忍不住叫出声 公爵随即放轻力度 一下一下慢慢地揉暗 这暧昧的气氛里应发生点什么 不过丈夫那榆木脑袋伊莱娜是不指望 她聊起话题 问丈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剑术的 因为发现她手上长有很多老姐 问这个问题 我第一次拿剑是在六岁的时候 伊莱娜有点小惊讶 自家哥哥十二岁才开始学习剑术 公爵居然这么小就开始了 嗯 当时我练的一团糟 伊莱娜想象公爵大人练剑的画面 莫名觉得一定非常可恶 她忍不住笑出声 那副生疏的样子一定很可爱吧 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常常夸你 公爵大人却只是淡淡地说 不记得了 肯定夸过 只是你长大之后就忘记了 意识到什么 伊莱娜连忙挥手 我是说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 没有说你年纪大的意思 没想到公爵大人竟然笑了 话说我们两人相差五岁 这样正好 人家都说年龄相差五岁的夫妻 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是吗 当然了 我还听说 这样的两个人 今后还会生下难得一见的妻子 啊 好像是可以拯救世界的那种 怎么样 嗨嗨 你想不想和我一起拯救世界 一来那自顾自沉浸在幻想中 公爵大人若无其事般伸手准备关灯 变身了 睡吧 则则 怎么说都不上当 直接把灯关了 少傅的语气怨念 还不是因为你这么晚才过来 抱歉 我没想到会忙到这么晚 你真的觉得很抱歉吗 如果是真的 不行 还没等小娇气把话说完 公爵已经熟门熟路般拒绝 一来那泄气般躺下 好吧 今天我就放弃好了 接着又说起马拉松 问有没有找到制作那种药的药材 没有药材 但马拉松说掺杂了野兽的血液 一来那惊得坐起身 野兽的血液 这个世界上有能够独自孕育幼崽的野兽吗 不清楚 但公爵大人打算再调查一下 一来那打了的大哈欠 明显是困了 还不忘问丈夫什么时候去练武者 他还没见过他练剑的样子 叫丈夫下次去训练场时一定要通知他 直到后面声音越来越鲜 等公爵大人转头看去时 小娇七已经进入梦乡 深夜里 公爵大人的左手心散发着淡淡的蓝光 那颗本该被报废的影像球 此刻正在运转着 当初马拉松和伊莱娜的对话在房间里重现 我是通过为女优们吃药进行测试的 放开我 丁凯 马拉松少爷 你放手 你说谁是怪物 没完了是吧 别叫我夫人 混蛋 能叫我夫人的男人 只有我的丈夫 他不是怪物 而是我的丈夫 一大早伊莱娜到处寻找公爵大人 想要跟他分享一则好消息 原来马拉松在压界回城的路上 遭到了不明怪物的袭击 他私藏了一颗草药在口袋里 结果怪物就是冲那草药去的 直接把他抓成了嫣人 真是大快人心 伊莱娜一收到消息 就迫不及待想要跟自家丈夫分享 让快乐翻倍 打开房门的瞬间却惊呆了 今天的丈夫打扮得异常帅气 少妇还没从丈夫的美色中反应过来 就听到对方说 想邀请自己一起去庭院散步 庭院里各色鲜花齐放 周边环境被打理得十分清晰 伊莱娜偷偷描向身旁的男人 自觉对方是有话要说 自从那晚小夫妻夜话后 她看起来就心事重重 刚开始伊莱娜以为是公务繁忙 思绪间 就见丈夫邀请她在食衣上坐下 夫人 你不害怕吗 害怕 怕什么 害怕像现在这样和我待在一起 这有什么怕的 难道你会在这里对我做什么事情吗 一脸疑惑的伊莱娜 只联想到以前自家哥哥做过的恶作剧 但她自知丈夫是不会做这种事来 她打量着男人那双大长腿 心想嫁给他那么久都没摸过 夫人 一声急切地叫喊声打断了某人的响入飞飞 等伊莱娜回头 就看到丈夫瞪大眼睛看着她 而自己的右手 正不自觉地摩缩着丈夫的大腿 啊 对不起 我的右手自己出走了 公爵大人 你看我信不信你就完了 所以 伊莱娜又开始用她那360度 无死角犀利眼神盯着丈夫 为什么要害怕和你待在一起啊 我在这座城堡里 最喜欢东边的庭院 伊莱娜一愣 这件事她当然知晓 从来到公爵城的第一天开始 就有人告知她这一点 东边的庭院就是这里 除了打扫得非常清爽 其实和别的庭院没什么不同 那么 丈夫为什么会喜欢这里呢 小时候 管理这片庭院的园丁特别爱偷懒 那些急腰的草总是杂乱无章地缠在一起 其实有小孩藏在里面也看不出来 所以每当我不想让别人找到我时 都会躲进那片草丛里 公爵的回忆让伊莱娜感到一股莫名的少徒 堂堂公爵少爷 居然只有躲在草丛里 才能自己待一会儿 对孩子来说 缠绕的杂草是很锋利的 即便如此 他也要钻进草丛里 一个人待着 我并不觉得我真的受到了诅咒 但害怕自己的咒应传给下一代 公爵大人一直认为 自己的咒应并没有给身边任何人带来伤 可是人们常常喜欢以貌取人 所以从出生开始 小公爵便遭受了无穷无尽的敌议 那些难听的话语 无中生有的谩骂 让一颗幼小的心被刺的千疮百孔 以至于成年后 害怕自己的后代在遭遇这些恶劣 伊莱娜仿仿佛明白了公爵大人 一直拒绝生孩子的真正原因 回到房间后 他立即找来侍女巴比 询问他有关上一任公爵夫妇的事情 传闻上一任公爵夫妇 为人和善 待人宽慌 即使年轻的庸人犯了错 他们一般也不会记住 还听说他们非常疼爱现在的公爵大人 这样的传闻 人人皆知 他们身上最亮眼的标签 就是疼爱孩子 一方面 人们对着脸上带有单纹的孩子纷纷止疑 另一方面 却对关爱孩子的父母连连夸赞 伊莱娜不由怀疑着其中的真实性 只要一想到自家丈夫的童年生活在黑暗中 他就觉得难受得喘不过气 于是他叫来了在府邸工作时间最长的老管家 本 你在公爵城工作多少年 算上今年 应该是三十多年 既然如此 你应该是看着现在的公爵大人长大的 请你实话告诉我 他是像普通的孩子一样 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吗 出乎意外的 老管家并没有回答伊莱娜的问题 非常抱歉 老夫人第一次回避了女主人的问题 此刻伊莱娜意识到 也许自家丈夫的童年 并不是外界说的那样美好 我的丈夫小时候不仅没有父母的疼爱 甚至连一个藏身之处都没有 这就是他不想生孩子的理由 因为他怕孩子会遗传自己的班纹 经历和他一样不幸的人生 一想到这些 伊莱娜便气愤不已 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欺负一个小孩子 我丈夫他不是怪物 也没有受到诅咒 不仅如此 他还是未来勇士的亲生父亲 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当然了 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 我得生下他才行 可是为什么 伊莱娜有气无力的躺倒在虫头上 自己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光只想着把孩子生出来 却没有认真考虑过孩子的未来 是因为我潜意识觉得 只要生下孩子 我的任务就结束了 却从来没有认真思考 如何当好一名女星 属于孩子 还有 如何做好一个妻子 我不是生下孩子就离开的人 我还要和孩子 孩子的父亲一起生活一辈子 是啊 为什么没有想到过呢 我 会成为一名母亲 正当伊莱娜一股脑心思想着 怎么做好一名母亲时 管家本带来一个好消息 找到了那位给伊莱娜 末世预言梦的老婆 伊莱娜兴奋地从床上一跃而起 迫不及待想要见到这位神秘的老婆 再次见面 老婆婆的外在形象 与上次相比简直判落两人 她穿着整洁的衣服 一头灰发整整齐齐地输在脑后 老婆婆 你究竟是谁 伊莱娜不禁将心里发问题 我只是个有一点本领的鬼通老人吧 好吧 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只是 老婆婆 请你帮帮我 请你让我丈夫 也帮到那个未来吧 然后再告诉她阻止灭亡的方法 伊莱娜想了千八百遍 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没用的 老夫人一脸平静地忘了 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吗 只有灵魂相通 才能诞下真正的女士 而伊莱娜一直认为 灵魂相通 指的是大家一见一知 可伊莱娜此刻突然意识到 自己之前的想法是不够正确的 没错 我说的意思 就是情投意合 老婆婆的解释更加清晰明确 简单来说 就是相爱 随着话音落下 伊莱娜突然感觉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情绪在心中炸开 说完这些 老婆婆表示自己该走 等一下 伊莱娜还想再说什么 老婆婆却开始面起咒语 伊莱娜忽然觉得困意来袭 她拼命保持清醒 可是老婆婆 你之前有没有和我说过这句话 好像是 即使需要谁的牺牲 老婆婆一乐 惊讶于伊莱娜怎么记得这句话 那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事情 请您忘记吧 公爵大人主动提离婚 开补偿一百个亿精神损失 并且承诺出具婚姻无效证明 这样伊莱娜下次嫁人的时候 还能算是投婚 多么好的条件啊 让伊莱娜听了之后 感动得有的一切实 连放下茶杯的手都用力了 她顾不上被烫伤的事 一股脑冲进公职的办公室 夫人 你的手 别看着 看我 你真的要和我离婚 因 因为我们刚结婚不到半年 所以也可以申请婚姻无效 不管是离孙还是婚姻无效 你不都是要把我从这里打出去吗 伊莱娜快拖了 原来她昨天把自己的故事高 竟然是对她最后的温柔 你是恋反我了吗 不是的 公爵方王出生几世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但我绝对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不想再维持这个婚姻 什么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给不了你想要 我想要什么 孩子 我觉得你和我结婚的目标 似乎是为了 被说中的伊莱娜突然感到扎心 她说的确实没错 但我说过我不想生 所以我猜你可能会离 难道不是这样吗 公爵的表情有点低落 但是伊莱娜的字典 从来没有过放弃这样的词 你误会 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 少妇一脸坚定地看着自家账 今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我都不会主动和你封扑 请你记住这一点 因为我是不会改变心意 想离婚 那是不可能的 我是不会放过你 除了这个原因 你想和我封开 是不是对我们的婚姻生活有什么不满 不是的 真的不是吗 你真的连一点小小的意见都没有吗 伊莱娜 你作为我的妻子 真的对我很好 甚至好得有些过分 公爵认真回答的语气 让伊莱娜一时呆着 似乎没预料到丈夫 对自己的评价这么多 看看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就相信你好 伊莱娜转身准备离开 我会让人给你送出魔手的药膏 药膏 伊莱娜这才望向自己的活 那里已经套红了一时 没关系 不用给我送药膏 我是说真的 我很好 用不着药膏 少妇带着一清的怨念回到房间 不愿快 伊莱娜望着桌上一盒药膏 一盒水中多么 都说不用给我送药膏了 真是的 冷静下来后 伊莱娜才发现自己的分容停在很大的 正常来说 贵族之间避结婚约后 家族之间都会产生复杂的利益迁程 所以他们是很难离分的 但伊莱娜不一样 她是代替表妹艾米勒嫁给公爵 也就是说 跟公爵有利益关系 是艾米勒的家族 所以她才可以轻松地提出离婚 而且她和她丈夫相论 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失去 如果申请婚姻无效的话 甚至连损失都能降到最低 这可不行 让她爱上我可是一成狮子 既然如此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帮手 加固这一段婚姻关系 伊莱娜的归中好友罗沙琳 如今的伯爵处人 在结婚之前 她有一个想当当的称号 恋爱女王 第二天一大早 行动派的伊莱娜决定去找罗沙琳 公爵大人二话不说便答应 让伊莱娜有点想念你 可看着面前亲自来送自己的高大俊俏的账目 被男色迷了眼的少妇很快又原谅了 罗沙琳见到伊莱娜时 兴奋地把人抱得紧紧 两位贵族女还哭唧唧地表达一片思念老友之情 大家一定以为伊莱娜此次来找好了 是想要向她支招如何攻略公爵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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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伊莱娜真正的目标 是下面这位宗发卷毛女士 毕丽佛子绝夫人 只因她和她的好友加苏布夫人 是社交界中出了名的万事偷 高打电 知晓世间一切八卦并且提供八卦的素材 而伊莱娜请好友举办这场烟火 为的是告诉大家 我很好 和传闻中的怪物公爵很温暖 婚姻生活十分幸福美满 即使那些人不停地阴阳怪气自家账目 伊莱娜都强行忍住 换做自己的幸福 早就坐不住了要泼他们一脸洗脸水 甚至伊莱娜一秒钟表演白脸金附体 掏出个小手啪叉了擦不存在的眼睛 渲染玉气般哭诉 大家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差点看下了好友的铝合金狗眼 那个我听说 人死前性情大变 你是不是 不是 我只是需要一些传闻 传闻 我要让大家以为我性格温宿 深爱丈夫 婚姻也幸福美满 我要降低离婚风险 公爵夫人温柔善良 对丈夫一心疑 但却恐高离婚 为什么呢 难道她是有什么缺陷吗 我丈夫比任何人都清楚传闻的利益 但她是个温柔的人 肯定不会让我受到舆论的攻击 而且就算我们真的离婚 我也不再混连起传闻 毕竟当我们离婚的那一天 就意味着世界很快就要灭亡了 可惜这些细节 现在还不能跟罗沙琳说明 后者虽然不太明白原因 却也答应帮助好友的请求 最后 伊莱娜才羞羞地询问追夫方 什么 你伊莱娜居然要诱惑呢 好友激动地大叫出声 吓得伊莱娜赶紧繁固四周 看有没有人看 伊莱娜 你能不能客观地审视一下你自己 不是 我也是有恋爱经验的好不好 你是指你小时候谈的那场 为七亿周的恋爱吗 对不起 是我太狂妄 但正因为我没有经验 才需要你的帮助 没错 让公爵大人爱上我 这就是我下一步的机会 那个女人 不是什么绝世美女 也没有妩媚妖娆的身材 却可以让每个男人都为她神魂颠倒 她就是恋爱女王罗沙琳 现在是伊莱娜 攻略自家丈夫的大军师 罗沙琳快被好友崇拜的眼神闪下 行了 你说吧 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什么什么样的男人 你不会以为全世界的男人 都能用同一个方法 不 不是吗 伊莱娜嘴硬的撅起小嘴巴 就因为你这么不开心 我才不相信你要诱惑男人 好友一脸严肃盯着伊莱娜 后者眼神犹豫 嘴里却精准说出公爵大人的各项优点 她很温柔 还很亲切 还很体贴 不管我说什么 她都会看着我的眼睛 认真的聆听 她还很会察言观色 我想隐瞒什么的时候 她一眼就能看出 她亲手给我抹过药 因为手法太轻柔了 养得我光想躲 反正她真的是个很善良的人 少妇说着说着竟然脸红浅 她对你那么温柔体贴 却不爱你 一来那不经沉默 我很确定这一点 因为世界上没有人会想要和自己是爱的人分红 那她应该是个天生的门 这种男人很吃香的 那倒没有 因为除了我 所有人都躲着她 该不会是要诱惑你的丈夫 要不然呢 罗莎琳大大的震惊脸 原来你结婚 真的不是因为爱你了 我早就说过不是了 既然如此 你就扑倒她 这一招我试过了 没用 什么 罗莎琳像是撞破什么惊天闭闻 好家伙 这么个绝世美女主动卖神 那个公爵竟然可以当和尚 等到一来那学成归家 已经过去两天的时间 连定三天的行程 最后却提前一天回来 一来那没想到会遇到罗莎琳夫妻成家 原来即使是相爱的人 也会杀气腾腾的吵来吵去 不过比起罗莎琳 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 到达城堡后 一来那准备先去找丈夫报个岛 根据罗莎琳的教导 至少得是亲吻脸颊的肢体接触 可是老管家却意外地拦住了她 脸上带着些许慌张的神色 一来那还没觉察出不对劲 直到侍女说起 公爵大人已经回卧室休息 她才觉得惊讶 毕竟天色尚走 公爵平时都是深夜才救起 今天这么早就回房了 难道是身体不舒服吗 再联想到老管家慌张的神气 一来那急匆匆往卧室方向等去 结果卧室前竟然有一高大侍卫守着 公爵下令 谁都不能进去 一来那感觉到事态不对 她想强行进入 最后却被赶来的老管家劝我 老管家轻描淡写地说只是小感冒 却执意不肯让一来那照顾公爵 即使情感上有点小打击 但回到房间冷静下来后 一来那发现这次丈夫生病肯定不简单 既然山不来救我 那我就来救山 说干就干 当晚等去盯梢的小侍女来报 老管家已经走了 一来那提着一盏风黄的油灯 来到公爵房间的楼下 对 她想到的主意就是 爬树翻墙进去 虽然已经十二年没爬了 但自己小时候怎么也算是个爬树高手 于是行动力超强的一来那 呵斥呵斥就开始往上爬 不一会儿就到达房间的阳台处 正当她得意时 脚下一滑 一个猎蟹就要掉下去 突然一只大手抓住了她 公爵大人出现在阳台上 稳稳地抓牢了差点掉下去的泥 脸上带着无比震惊的神气 一来那 公爵大人一把将小娇气拉进怀中 接着将人打横抱起 轻柔抱进房间 放在椅子上 一来那全程还有点猛逼 眼睛只知道盯着丈夫帅气逼人的胸口 苏人 啊 公爵又气又无奈 如果我没有发现你的话 你可怎么办 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要摔成重伤了 哪有这么严重 就算受了伤 治疗一下也会好的 只要能愈合 断胳膊断腿就无所谓了吗 这算什么鬼道理 一来那自知理亏 只好乖乖爱训 对不起 我错了 你就别生气了 公爵大人不惊无脸 我没生气 只是担心你会受伤 我也担心你啊 什么 我也是因为担心你才翻窗户的 可是他们不让我进来 夫人 对啊 我可是你的夫人 凭什么不能在你生病的时候照顾 难道你是担心我会对你动手动脚 不得不说 美女你对自己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好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像之前那样逼迫你 慌乱过后的一来那 才发现丈夫的脸上带着不正常的红蕴 她的额头烫得像个火车 你发烧了 快躺下吧 她拉着丈夫躺下 心里不禁懊恼 病得这么严重 还奋力抓住了我 接着环顾四周 想看看有没有可以推烧的东西 恰好这时管家端着毛巾和水盆进来 看到一来那在房间里也是吃了一惊 公爵大人暗地里点头示意 老管家便明白搬将东西交给他 虽然不明白老管家的态度怎么忽然转变 一来那没想太多 只一心一意照顾好自己丈夫 公爵身上出的汗太多 得先把衣服脱掉 脱掉上衣的公爵 左肩膀处露出一大片烧伤的痕迹 一来那心中疑惑 这痕迹看起来有十多年了 算算当时的公爵也就十三四岁 他默默记下 然后让丈夫翻个身 后背也要擦一下 公爵停顿了几秒钟 似是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 下一秒 少傅想要擦汗的动作停住了 一张不满烧伤痕迹的后背出现在眼前 那些丑陋猙獰的伤疤 似乎昭示着身体的主人 曾经经历过一段多么黑暗的岁月 一来那震惊地待在现场 小时候 我母亲 想用火烫掉我的单纹 肩膀上的烧伤 是我阻止她的时候 被落下来的火星烫的 母亲每次参加完聚会 都会把我捆起来 用火烫我的后背 一来那气的全身不停在颤抖 那上一任公爵大人吗 我父亲也知道 而且他默许了母亲的行为 只叮嘱他 不要烫到外人看得见的不温 这种事情 你经历了多久 我只记得 第一次的时候我还分享 最后一次 则是在他们死去的前一天 丈夫的话久久飘荡在脑海中 直到此刻他都不敢相信 如此英俊帅气 正直温柔的人 竟然被自己的亲生父母 虐待了这么多年 没得到小娇妻的回应 公爵大人转过头去看他 就看见小娇妻已经泪流满面 他紧张地坐起身 夫人 没事 我只是眼睛里进沙子 一来那赶紧擦了擦脸 其实我现在对这些 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不让你进来的原因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快趴下吧 我擦不到你的背了 肯定很疼吧 现在已经没感觉了 当时一定很疼 那个 你不是说会答应我的所有要求吗 那我以后想叫你的名字 可以吗 凯依逊 第二天公爵大人 就已经康复恢复正常办公了 一来那不太放心 起来后直奔丈夫的办公室 夫人 公爵瞪大眼睛 看着自家小娇妻 除了脸色差了点 表面上看公爵的身体 倒没什么大问题 没事 你工作吧 一来那挥挥手离开 下一刻 他直接找到老管家 直觉告诉他 当年上一任公爵夫妇的马车事故 很可能并不是意外 果然 这个猜测很快得到老管家的证实 老管家先是很诚恳地向一来那道歉 昨天自己那么鲁莽地叫人拦下了 一来那不介意的白白手 接着问起公爵发烧的原因 老管家一脸为难地表示他也不亲密 公爵每年都会像这样突然高烧一次 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第一次是在主人很小的时候 那时死去的那群人还没有开始虐待他 这样啊 等一下 一来那意识到什么 你刚才说那群人 是的 有什么问题吗 你对他们不用尊称吗 老管家只冷漠地忘了去 我只对有资格当我主人的人用尊称 毕竟我没有必要尊敬行少 但我才发现 你这人还挺不错的嘛 一来那突然来了个game me fire 高贵的少妇秒变中二少 你好像变了许多了 都会开玩笑了 老管家被少妇的行为都在笑 我以为你很快会离开的 但经过昨天 我改变主意 我再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本 是公爵城的管家 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请您原谅我一直以来的无力 我看你以后会更无理 这都被您看出来了 两人一番调笑后 主族间的关系更加轻易 一来那顺势问起马车事故 九年前的马车事故 应该不是一成例外吧 乘坐马车的除了上一任公爵夫 还有凯依旭那位与他相差一岁的弟弟 在得知他们的真实为人 一来那越来越怀疑 他们并不是单纯的经历了一些 老管家惊讶于这位小夫人的洞察 直爽地给出肯定的回答 原来在马车事故发生的一个月前 有一名13岁左右的小女佣失踪了 说是失踪 实际上却是被人残忍杀害 而凶手正是那个被宠得无法无天的弟弟 最开始老公爵夫妇还帮忙掩盖其罪行 他们以为事情做得低手 可惜二少爷小小年纪就染上了酗酒的恶心 在一次酒后自己猖狂地说出了真相 这些恰好被嫌惧送酒的小女佣的胸等 于是才有了后面的马车意外 因为当天驾驶马车的车夫 正好是那名男佣人 海一逊为此还感到深深的自责 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告诉他们那个车夫的真实身份 一来那分分不平 觉得自家丈夫真的是太善良 严格追究起来 老管家却突然将矛头指向自己 因为那天是我让那孩子去服侍二少爷喝酒 第二天 那孩子对我说 真的很感谢你 您的大恩大德 我死都不会忘记 我之所以想要隐瞒真相 是因为那孩子还有家人 若他杀害贵族的事被被人知道 那他一家老小都会难逃死刑 但一来那还是有点怀疑 既然如此 那把他的家人都藏起来 说吧 你隐瞒真相的原因是什么 老管家却将脸贴向一边 因为当时他们的名声太好 如果说出真相 很大概率人们不仅不会相信 还会将这一切算到大少爷的头 所以我觉得 还不如让大家以为他们的死是因为主 可是正因为这场事故 排义逊才被彻底贴上了怪物标签 如果当时他们说出真相的话 一来那感到相当遗憾 他问管家有没有后悔这个阻碍 老管家神情低落 说实话 有点后悔 他的脸上流露出后悔与自己 但这些本不应该他来承受 一来那上前拍了拍老管家的肩膀 我向你保证 我会让那些真正应该后悔 比现在的你还要后悔一百倍 所以 你二十年后也得老当一状才行 少父说完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转身离开 夫人 你去哪里 老管家着急问你 你去诱惑我的丈夫 一来那突然出满干净 按照罗沙琳的理论 第一阶段 叫对方的爱称已经成功 虽然要求下降了一点点 只是喊对方的名字 那么第二阶段 就是了解他的爱好与兴趣 好 少父握紧拳头 只要经常和他待在一起 多和他聊聊天 肯定会发现的 另一边 我们的公爵大人 正在演武场进行常规训练 也就是俗称的虐才 轻松解决掉对手后 台艺训练无表情的喊得下一个 不过这雄伟的身材 是不是有点太双开了稳 宝子们 已经都听到受传的最新话了哦 以后小编室每周五更新一话 着急看要续的 可以直接去 看原漫画 请多多支持哦 依莱娜来到演武场观看自家老公训练 高超的武艺和帅瞎眼的身材 让依莱娜成功化身小迷妹 在场外偷偷喊加油 这时偷听到周围的骑士们都在夸赞自家丈夫 突然冒出一个很不和谐的声音 大家不都说公爵的天赋是恶魔赐予的吗 早知道我也祈求上仓 让我也长一片斑文了 一个灰毛骑士毫无避讳搬拉踩自己的嘴 依莱娜的直性子哪里能有 当即把人叫过来 用一百寸的高跟鞋狠狠踩了对方一脚 小灰毛的右脚顿时长出一个大包 训练结束后 仆人正要递上擦汗用的毛巾 依莱娜主动结果递给迷人的丈夫 小夫妻俩一起散步回家 依莱娜试探性问起次退一个骑士没问题吧 说的是图马斯吧 我看到你踩他的脚了 原来你知道啊 那为什么还一直放任不管 他那人就是那样 很欠 但其实很忠诚 可他人品很差呀 但这并不会对公爵城造成损失 不是吗 好吧好吧 看来要跟一个菩萨心肠的公爵谈恋爱 生孩子 我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然而接下来几天的时间 逼莱娜差点要被搞崩溃 原是他正兴致勃勃开展追负计划的第三阶段 投其所好 却发现这一项存在一个巨大的棒 那就是公爵大人竟然没有任何的爱 Walt的法克 无论是喜欢的东西 还是讨厌的东西 公爵的回答都是 没有 怪不得他整天都待在办公室里 所以其实他不是人吧 是不是石头变出来的 伊莱娜不禁无脸低听 现在能送出去的礼仪 大概只有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了 可是 伊莱娜回忆起以前在家中绣过的兔子 被自己亲爱的姐姐说成是缠 哥哥更离谱 说绣了个眼人 他彻底感觉人生要无望 乱想一通口 保险起见 伊莱娜决定自己到商店里亲自挑选一件的无好 可是才刚下马车 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道喊声 抓小偷啊 伊莱娜纹身忘却 就见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直直往自己的方向冲 小侍女挺身而出挡在他面前 夫人 小心 啪一声巨响 伊莱娜紧闭眼睛 在睁开时 就看到小灰毛已经将那个小偷打倒 托马斯 伊莱娜一脸猛逼看着小灰毛 夫人 伊莱娜决定重新认识下这个诋毁过自己丈夫的男人 一番打听下 才知道原来他私下口碑还不错 平时非常乐于助人 热心的性格跟被地理说公爵坏话的行为完全矛盾 直到伊莱娜问到老管家 和伊莱娜一样 老管家一听到托马斯这个名字 眼睛里就升起雄雄热火 原来托马斯在没进公爵城之前 因觉得自己的战斗天赋颇佳 就自命不凡 直到他嚣张的气焰被公爵大人扑灭 从此产生自卑感 开始嫉妒公爵 所以被地理总是说公爵的坏话 老管家也跟公爵反应过几次 但公爵却不以为然 还说托马斯作为骑士 起码实力是没问题的 可是 他在公爵城里的人员特别好 呵呵 他们懂什么 那家伙明明整天都在大方厥词 胡说八道 是吧是吧 我也觉得 伊莱娜终于找到知音源 那家伙就算是个好骑士 也要证实自己的错误 你说是不是 接着把自己踩了对方一脚的事情 告诉老管家 老管家听后笑成了花 夫人 您做得很好 我太崇拜您了 可是伊莱娜有点担心公爵 会不会因此觉得他是个粗鲁的 管家让他放宽心 那个托马斯再怎么与众不同 也只是个骑士而已 主人肯定也会觉得是他有错在先的 真的吗 夫人 我是谁啊 我可是陪伴主人最久的人 您就尽管相信我 伊莱娜激动的差点就要熊扑上去 管家 真的太谢谢你了 夜幕降临 伊莱娜找到忙了一天的丈夫 想邀请她一起到庭院里散步 今天的夜色很美 伊莱娜问身边的丈夫 平时看到庭院 还会想起以前那些事情吗 公爵大人表示不会 现在 我只记得那种安心的感觉 其实今晚伊莱娜约丈夫出来 是有份小礼物想要送给她 她让丈夫把袖子伸出来一下 接着认认真真的摆弄起来 不一会儿丈夫洁白的衬衣衣袖上 多了一颗粉色闪亮的袖口 这是 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没有什么爱好 对吧 那就从现在开始一点一点地培养 怎么样 你最喜欢的颜色 就定为粉红色就好了 开名睿智的贵族千金嫁给怪物公爵 一心要给公爵生99个娃 公爵本人没有任何爱好 伊莱娜表示没关系 那就从现在开始培养 最喜欢的颜色 就定为我瞳孔的颜色好了 送出精心挑选的粉红袖口后 接下来就是创造一场 具有纪念意义的浪漫约会 伊莱娜关在房间里苦思冥想三天三夜 在划船和参加庆典两个方案间纠结不定 但听到老管家说公爵大人 从来没有参加过庆典 只因他的家人们非常反感主人出门露面 伊莱娜两眼冒火光 当即拍板要带丈夫去参加庆典 吩咐老管家找之前帮忙的那位魔法师 原来那位魔法师是公爵的发想 终日里喜爱穿白色长袍 却是名副其实的黑塔 一切准备就绪 庆典当天 伊莱娜被侍女们打扮得宛如精灵天使 丈夫凯依逊一时帅气逼人 她抓起裙子转圈圈 问丈夫我看起来怎么样 凯依逊一脸平静回答 嗯 非常美丽 你这次怎么这么淡定 上一次可不是这样的 凯依逊立马表示上次是她第一次夸人 所以有点紧张 原来丈夫只夸过自己 伊莱娜心中有点小窃喜 你有没有对我说过言不由衷的话 包括刚才 少女一脸严肃问她 公爵大人正惊回答 没有 伊莱娜满意一笑 庆典开始的时间是在晚上 街道上热闹非凡 两人脸上戴着变装面具 没有被认出来 伊莱娜假意抱怨人多容易走散 成功让丈夫把她的小手牵 小心脏扑通扑通跳不停 街上的美景让她目不暇接 伊莱娜不经意问丈夫 以前和别人一起来参加过庆典吗 没有 这是第一次 少女笑夜如花 自从遇见我以后 你经历了好多第一次 妻子的笑颜让公爵看得一时呆愣 只见五彩绚烂的灯光下 最多的第一次的 更新了大半年 小夫妻俩终于迎来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约会 庆典活动热闹非凡 街道上大大小小的商铺琳琅满目 两人手拉着手 宛如世间每一对平凡的夫妻 一来那被一个剑砍木头的节目吸引 她想让丈夫露一手 老板看了下凯伊迅健壮的体格 特意挑了把空心的假剑给她 没想到丈夫刚摆好姿势 忽然一只三米高的凶猛狮子闯入 凯伊迅想也没想 直接一个纵身 用那把假剑截裹了她 全程只用了不到十秒钟 老板看到后下的尿不湿都尿湿了 好在这只狮子从马戏团逃出来 并没有伤到人命 伊迅那一脸心愤感叹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狮子呢 没想到她这么大 公爵大人听到后 却一反往常般静静看着她 伊迅那以为对方是担心自己受到了惊吓 连忙表示自己没事 一般人看到刚才公爵无情斩杀狮子的命名 确实会感到害怕 可是伊迅那却说自己什么感觉都没有 因为在她的心里 莫名觉得无论任何时候 丈夫都会保护她 因为对丈夫无比坚定的心愿 所以此刻一点后怕的感觉都不会有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吵闹声 一名贵妇正对着一个街边小贩骂骂咧咧咧 下一秒就见她举起手要打 她的男搬一把截住她 接着若无其事扮演起深情戏谋 路人皆以为对方是个好男人 居然这么呵护那个没教养的贵妇 一来那翻了个白眼 什么好男人 这人一开始就站在女人身旁 本来就可以早点阻止 却一直在冷眼旁观 试问哪个好男人 会容忍自己真爱的女人 被别人指指点底 在一旁吃瓜的一来那 怎么也没想到 下一秒自己还跟那瓜主人联系什么 她正准备带丈夫离开 就听到身后传来那男人的声音 一来那 好久不见了 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 不过今天我也很忙 下次再联系你 因为戴着面具 一来那一时没认出来对方到底是谁 可是她大庭广众之下 公然叫她的名字 害得她身份被识破 一来那恨恨地将男人记在小本本上 可恶 老娘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来了她来了 可爱迷人的一来那大小姐她回来了 大家记得把小家号点上 小编继续开讲 上集讲到小夫妻俩参加庆典活动约会 结果被个渣男大庭广众下喊破身份 一来那气鼓鼓地拉着丈夫就走 顿时逛街的心情都没了 原本她的目的也只是想和公爵逛一逛 多创造一些两人的甜蜜回忆 见任务完成 就想着打道回府 公爵大人表示没关系的 一来那有点不好意思挠挠头 那个 我脾气不太好 看到别人议论 肯定会忍不住冲上去 如果是女人的话 我就拽她的头发 如果是男人 我就狠狠地挠着 公爵大人被可爱又彪悍的妻子动笑 竟也打起去了 别的不说 对男人的那项惩罚 我可不赞成 毕竟会脏了你的脚 心情大好的公爵看到那边有演出 拉起娇妻的小手要一起去看 演出的全程拉着一来那的小手不放 哎呦喂 咱们公爵大人是开窍了吗 可是演出结束后 公爵大人发现小娇妻整个都不对劲 原来刚刚上演的剧目 竟然跟她梦到过的世界末日一模一样 她当即找到剧团的负责人 但负责人却说 这个剧目是个年轻的流浪诗人写 不过她现在不在这里 过来需要花点时间 最快也要第二天才能到 伊莱娜决定留宿一晚 她无法跟公爵说清自己查找编剧的原因 于是先跟公爵道歉 还要占用她的私人时间来陪她 公爵表示没关系 但是担心她的身体 毕竟刚刚伊莱娜的样子看起来很不好 恰好此时负责人叫人送来葡萄饮料 伊莱娜豪气的跟丈夫干杯 等公爵大人发现不对势 小娇妻已经一口门完了 她赶紧将紧闭的窗户打开 还没明白的伊莱娜傻乎乎的问道 凯依迅你很热吗 不是我热 是你会热 不会的 我怎么会热 我倒是很怕冷 而且我穿得这么清凉 会热才怪 傻乎乎的伊莱娜终于反应过来 是啊 为什么自己不觉得冷呢 而且还穷身热乎乎的 对于妻子两米长的反射弧 公爵大人顿绝脑壳疼 伊莱娜这才意识到刚才的饮料被人放了尿 她立马站起身想找人算账 没两秒又晕得倒在丈夫怀里 公爵将人温柔揽进怀中 无奈叹气 接着将人打横盗起 轻轻放到床上 今晚你就乖乖躺着好了 伊莱娜那个小迷糊蛋 后知后觉才晓得自己中招了 但自家帐总明显比她先察觉到 她一脸问号望向公爵大人 你怎么知道饮料里被人瞎料 因为我之前也喝过这种药 什么 伊莱娜惊得从床上蹦起 原来公爵大人以前外出办理公务室 曾被某位热情的领主家料伺候 但因为体质特殊的原因 她也是事后才反应过来 既然领主故意给你瞎料 那肯定也往你的住处送女人了吧 是的 不过我立刻让她回去了 伊莱娜没想到自家丈夫居然还遇到过这种事 她恨恨地问那个领主叫什么名字 随即暗戳戳地将人寄到自己的小本身上 一通胡思乱想后 伊莱娜只觉得自己更晕了 她往远离丈夫的方向流动 就怕自己一个克制不住 将帅气迷人的丈夫当场扑倒 可惜公爵大人不明白妻子的苦心 还傻呼呼问她你在干什么 我在跟你保持安全距离 什么 我在保护你啊 公爵大人才略带尴尬点点头 只能让小娇妻忍耐一下 自己就算给她调中和药剂 也得一天的时间 伊莱娜听完也只能对天长谈 即使我知道凯依迅也在替我难受 谁让她是那么温柔的人呢 可随着时间推移 药效越来越凶猛 伊莱娜实在忍不住 嘴里不停大喊着要躲 公爵大人无奈 扯掉房间里的窗帘 用老办法将伊莱娜包裹起来 伊莱娜顿时两眼弄逼 你不帮我拨就算了 现在竟然还对我加多一件 对不起 虽然这样会很孕的 但总比生病要好 伊莱娜自知闹不过仗子 妥协般提出露出一只胳膊总可以吧 好好我握住你的手 那个凯依迅 我是说假如 假如这个世界将会灭亡 你会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 我应该会很伤心吧 因为世界灭亡的话 你也会死 而我现在已经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我不想让你死掉 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个很温柔的人 伊莱娜 你别亏 我真的很需要你 你呢 我对你来说 是什么样的人 你会需要我吗 对你来说 我是个必不可少的人吗 在内对着自家丈夫一番深情表白 结果没等到丈夫的回复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静望的一干二净 公爵大人还没弄清自己的心意 忙说昨晚啥事都没有 忽悠小妻子 剧团的负责人 对着夫妻二人哭唧唧的磕头认错 伊莱娜高贵的摆摆手 算了算了 这次就原谅你了 负责人边道谢边说 已经找到那个编剧了 编剧竟是个十来岁的可爱妹子 名字叫威尔 和伊莱娜不一样 威尔并不认识老婆 她从小便会做预知梦 能梦见未来三年发生的事情 但她的梦境都是零零散散的 没有伊莱娜的真切 伊莱娜将遇见老婆婆后发生的一切告知 两者将信息整合起来 发现威尔梦见的是上班 城门突然被打开 王国逐渐沦陷 魔兽群瞬间占领了整个都城 和伊莱娜最大的不同是 威尔的恋人也对她的梦境深信不疑 伊莱娜羡慕地看着面前的女孩子 自己也想对着丈夫全盘托出 可是想到丈夫知道自己结婚的目的 为了生下勇士才跟我结婚 原来你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两样 伊莱娜不想让她产生这样的误会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我可以给你写信吗 毕竟除了你以外 没有人知道我看到了未来 伊莱娜表情落寞 威尔听闻后欣然答应 最终两位可爱的少女达成一致 约定好未来的十九年间 威尔要一直给伊莱娜写信 威尔的恋人得知后大为惊讶 因为他们以为世界末日会在未来三年内发生 没想到竟然是在十九年后 那我们俩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不是说我们可能在三年内死掉 所以才答应和我结婚吗 呃 那要不我们取消一下 不行 我不取消 我们说好了的 你必须要跟我结婚 眼镜哥紧紧跟在威尔后面 生怕人跑了 他一把牵住了少女的小手 信誓旦旦的表白 你放心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丈夫的 嗯哼 你最好说到做到 得到肯定答复的男人心里乐开了话 那我们尽快举干婚礼吧 来去掉班纹的公爵大人如此英俊 连他自个看了都挪不开眼睛 上集说到伊莱娜顺利完成了和丈夫的第一次约会 接下来他要实施第二部恋爱计划 就是让丈夫培养跟自己相同的喜好 伊莱娜思考再三 决定让公爵大人跟着自己学习绘画 毕竟自己的绘画水平还算是拿得出手 公爵大人宠密般答应 还自动充当小娇妻的画像模特 于是便有了下面这副去掉班纹的字画像 因为当时蓝色的颜料十分稀有浅昂贵 伊莱娜画到眼睛是恰好没有 于是他将公爵大人原本大海般湛蓝的铜色 换成和自己眼睛一样的粉头 公爵大人正正看着面前的画作 心中充斥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 此时伊莱娜还没发现丈夫的一样 只笑着打去说这幅画像不像我们两人的结合体 也许以后我们的孩子 说到这才想起丈夫不想听到关于孩子的话题 于是忙捂住嘴 总之 这幅画应该能够证明我的水平吧 从明天起 我们就正式开始上课吧 结束后 伊莱娜正打算让巴比去买些蓝色的颜料 突然一个小女佣闯进来 嘴里大喊着夫人 大事不好啊 另一边 马拉松被押解回自己的家族后 就被下了精力 终身不得踏出领地一步 他非常不甘心 跟自家大姐吵起来 原来那些禁药 竟然皆是出自他姐姐之手 他也是在姐姐的暗示下 找人进行人体实验 他找来照顾自己的佣人 让对方到姐姐的房间中偷药 佣人听到后下的尿不湿都尿湿了 进小姐的房间 那是要人命的呀 马拉松却拿对方的妻子威胁他 我的要是你拿走的吧 要是让你妻子知道 你就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废物 那他肚子里的孩子 佣人迫不得已答应下来 现在看来这个马拉松的家族很不简单了 那些神秘的生子药 有没有可能跟未来出现的魔物有关系呢 马拉松逃出来后 会不会找咱们伊莱娜复仇吗 记得关注再走 大家还记得第一集里 在未来曾帮助过伊莱娜的这对酒馆小夫妻吗 没错 这一集伊莱娜终于找到了他们 上集讲到一个女佣突然闯进来 嘴里大喊着大事不好了 原来竟然是三个护卫 为了争取保护伊莱娜的名额打起来了 这三个护卫除了托马斯前面有提到过 另外两个小编跳过了他们的剧情没有讲 麦斯曾梦想自己能赶上公爵大人的一根脚趾头 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做不到 偶然被伊莱娜发现后 点过了他几句 你把目标改为公爵大人的鞋底子就好了 你先努力赶上他的鞋底子 等差不多实现之后 再赶上他的鞋面 最后再把他的脚趾头当成目标 Do you understand? 就这样 麦斯瞬间充满了动力 向着公爵大人的鞋底子奋发 而第二个护卫柯林 由于当初伊莱娜和公爵对他的称赞 让他改掉了耍酒疯的坏习惯 从而跟身边的人关系更和善 托马斯就不用说了 自从伊莱娜狠狠地踩了他一脚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那张嘴多招呼 所以后面他天天保持警惕 才幸运地躲开那晚的袭击 伊莱娜虽然觉得这三人的理由都够奇葩的 他看了一眼三个傻乎乎的护卫 最后选了三人当中 实力最强的托马斯当保镖 伊莱娜这次出门 主要目的是想买些新衣的颜料 就在转身离开时 看到两个半大的孩子在欺负一个小女孩 伊莱娜听到一声安娜 立马顿住脚步 接着叫出托马斯 托马斯当即明白女主人的意思 上前将欺负人的男孩拎起 伊莱娜一眼认出 小女孩正是梦里的安娜 小安娜看着漂亮的伊莱娜 嘴里直呼您是天使大人吗 然后咱们新鲜出炉的天使抓着俩男孩 给小安娜道了钱 伊莱娜拉起安娜的小手 请她吃美味的点心 下好此时一个小男孩一脸紧张地跑过来 正是小浩板的汉斯 看到梦里的救命恩人出现在面前 伊莱娜激动得差点就哭出来 这一次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 晚上伊莱那边给丈夫上课 边讲说安娜和汉斯的事情 原来这两个孩子的家庭因为生活越发艰满 才翻山越岭来到这个岭地 他们来的路上遇到了怪物 导致两家的父亲都去世了 幸好公爵大人及时出现救下他们 后来公爵大人就决定资助这两个孩子 直到他们长大成人 他还给他们的母亲安排了工作 只是他们是从外地迁来的 多少受到本地人的排挤 未来的安娜和汉斯之所以会救我 大抵是想报答贵族的恩情吧 现在看来 这个贵族无疑是我这位面冷心善的丈夫 伊莱娜似乎得到了让人窃喜的命 开心地向丈夫表示 晚上睡着后要偷偷地摸摸她的脑袋 下一秒自己的左手就自动出走 刷一下放到了公爵的头上 伊莱娜的小脸瞬间爆红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相信吗 公爵大人看着可爱的小娇气温柔的笑出声 这种事情其实你不用偷偷的 危险 我们可爱的伊莱娜竟然被绑架了 凶手正是从自家领地逃出来的马拉松 上集讲到伊莱娜成功找到了救命恩人小安娜和小汉斯 今天她打算再去看望一下 小女佣巴比一如既往将女主人打扮得美美的 还佩戴了黑塔主赠送的魔法耳饰 听她说 这个耳饰可以根据衣服的颜色自觉转换为适合搭配的颜色 伊莱娜戴上后 原本紫色的宝石瞬间转换为更合适的绿色 而伊莱娜知道 这个耳坠除了能变色外 还具有定位功能 两只耳坠分开后 可以定位对方的实时位置 柯林主动找到伊莱娜 希望自己能成为这趟出行的保镖 伊莱娜答应了 谁知中途却发生了变故 一个老妇人不知从哪跑出来 扑到柯林身上大喊着有怪物出没 让柯林带人前去查看 伊莱娜隐约有种不好的欲 但为了功绝成的幸运 还是先让柯林跟着老妇人离开 等人走后她的欲感更加强烈了 她二话不说将其中一只耳坠摘下 放到小安娜手里 让她带着耳坠去找功绝 就在小安娜离开没一会儿 侍女米娜被一群人披晕 伊莱娜发现自己被一群穿着斗篷的人包围了 竟然是马拉松 怎么会是她 她不是应该被监禁在家族领地内 终身不得出领地的吗 公爵夫人 你最好乖乖跟我走 不然就这样 伊莱娜被他们塞进一架简陋的马车里 她集中生至假装晕车 再看到路边不远处出现村庄的人 立马假装呕吐的样子 要求马拉松停车 车子停下后她扑到路边 假装难受的样子观察周围环境 看能不能趁机逃跑 马拉松有点不耐烦问好了没 伊莱娜反而霸气的行回去 让她早点见味消失骗过来 她指着不远处一家酒馆道 你看那里没准就有卖的 关键是傻拉巴基的马拉松还真听她的我 要带着她过去呢 只是出发前给伊莱娜披了一件奇怪的斗 用于遮掩她的气息 同时另一边 马拉松那位有点神秘的姐姐 得知弟弟偷了她的药 也准备带着自己的贴身仆人 前往公爵的领地抓捕出逃在外的弟弟 那么到底咱们可爱的女主 能不能被公爵大人救出 马拉松最后会不会遭到惩罚 敬请期待下周五的更新吧 天君一发之际 公爵大人终于赶到 可是怀里的伊莱娜已经没有了声息 上集讲到伊莱那半柔弱 把马拉松骗进了最近的一家酒馆 她知道那里经常有佣兵聚集 于是集中生智 跳起来大喊 谁能帮我抓住那个小麦瑟男人 我就给谁一千金币 马拉松都惊了 还能这样玩 酒馆里的佣兵们 听到悬赏金额都坐不住了 平时累死累活 做任务就挣个三五十个金币 现在有人一下子出一千金币 只要抓住那个 看起来很若鸡的男人就能领 可伊莱娜不知道的是 马拉松临逃跑前 叫仆人从她姐姐房里 偷了增强魔力的药 她一脸轻松应对 三两下就把围上来的佣兵打趴下 伊莱娜只觉得后背发凉 而且面前的男人 还散发出一阵阵难闻的气货 让伊莱娜机遇作呕 马拉松愤怒地正要对她出声 突然一圈圣洁的白光 从伊莱娜的身体里弹出 白光把靠近的马拉松整个弹开 撞到后面的柱子上 伊莱娜自己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她趁马拉松倒地后赶紧开溜 一出门就碰到守在门口的小弟 伊莱娜经过一系列的拍 咬 打 才把小弟打趴在地上 她一路朝森林里狂奔 可没跑出去几个 就被后面追来的马拉松抓住了头发 马拉松这会儿是真被弃绝了 被这个女人戏耍了这么多次 她杀心突起 双手用力掐住伊莱娜 准备送她归席 伊莱娜拼令挣扎 也逃不出这个恶魔的魔爪 她在心里不停念叨着 自家丈夫的名字 凯伊迅 你怎么还不来 直到一滴血落在脸上 快要失去意识的伊莱娜看过 一把长刀从马拉松的背后穿出 公爵大人大口大口喘得粗气 她甚至连面具都忘了戴 就这样狂奔出门了 看着丈夫神情焦急地 不停呼喊自己的名字 伊莱娜的心里 有种前所未有的满足 她闭上眼睛后 没想到再一次梦见老婆婆 可是接下来老婆婆说的话 伊莱娜一句都没听懂 你已经完成第一轮的觉醒 虽然你已经满足了条件 无论何时觉醒都不奇怪 但我没想到是在这个时候 老婆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不用明白 反正你苏醒后 就会忘记我们的对方 我只能告诉你既定的未来 别的一概无法透露 因为规则如此 各自的命运 由各自来创造 我不能插手过多 当时我的帮助有些过头 以至于和土地的命运产生了冲突 所以我以后不会再插手了 我们来看一看 你的命运和土地的命运 究竟谁占上风了 上次虽然是你说了 但这次有我的帮忙 结局说不定会有所改变 请你一定要成功阻止人类的灭亡 只有这样 我的孩子才没有白白牺牲 伊莱娜回来后一直处于昏迷中 没有醒过来 幸好经过医师的治疗 她的身体暂时没有出现其他问题 公爵大人看着小娇气脖子上 那道猙獰的勒痕 只觉得心痛的都要碎了 当小安娜突然跑到她面前 手里拿出那颗耳环时 一向冷静自持的 她大脑当场轰得瞬间空白 等她反应过来时 身体已经比脑子先做出反应 直到此刻 她终于看清自己的内心 她对伊莱娜的感情 早已不知不觉 肩在心里生了根 发了牙 她根本不像之前那样 以为自己什么都不在乎 她一点也不想失去她 如果伊莱娜再问她一次 是不是真的需要她 她可以很肯定地回答她 我需要你 我觉得大人的独白 从我有记忆起 我的人生就伴随着不幸 迎接我的不是母亲的笑容 而是她满脸的恐惧 两岁那年 我拥有了分辨真话和谎言的能力 求求你们告诉我 她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 这个是真话 凯一迅 你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珍宝 这是谎言 直到弟弟出生 这样的情况终于发生了改变 我那时才发现 父母任何时候 对弟弟表达的爱意都是真的 当时我就在想 原来他们也可以只说真话 我看着母亲 小心翼翼地教弟弟走路 也想加入他们 没想到竟被母亲一把推 那厌恶的眼神 仿佛看向什么十恶不赦之人 是因为弟弟的脸上没有斑纹吗 所以我才得到了天差地别的待遇 我端来一盆水 使劲地搓起那片斑纹 可无论我如何用力 都没有办法削掉一丝一毫 看着镜子中丑陋的自己 我突然意识到 我也许 永远也无法得到他们的爱 不 虚假的爱也是爱 我这样欺骗自己 没错 这个世界还是有人爱我的 可现实在一次嘲笑我的天真 外界开始传闻说 我脸上的斑纹是受到恶魔诅咒的痕迹 因为此时 父母爆发出激烈的争吵 我鼓起勇气 想像弟弟那样上前安慰母亲 没想到这一举动 让我跌入更深的深渊 我开始害怕每个夜晚的到来 直到我九岁 都没有停止过 而母亲也逐渐失去耐心 她已经恨不得亲手了结我的生命 可笑的是 那些关于斑纹的谣言却救了我的命 他们害怕我死后遭到诅咒 才打消了取我性命的念头 直到那一刻 视我为仇人 我只要拿起手中的剑 才能生存下去 我不再奢望任何人的爱 因为我明白 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人爱一个脸上长着斑纹的怪物 时间飞逝 在我年满十六岁的三个月前 一场突如其来的马车事故 带走了他们的生命 即使我知道这场事故并不是意外 那又如何 不管我说与不说 在外人眼里 他们都是受到我的诅咒才死的 那时的我 已经对一切都无所谓了 哪怕是自己的婚约 新娘突然更换人选 对我来说 无论娶谁都一样 只要交易之间有担保 新娘是谁又有何区别 就这样 一来那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 她穿着纯白的婚纱 银白的头发 如红宝石般明亮的眼睛 就像一只误入人间的懵懂小兔子 那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人生 将会跟这个兔子般可爱的女孩 紧紧纠缠在一起 两岁那年 我获得了鉴定真话的技能 所以当这位可爱的少女 说要跟我一起生娃时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女不可思议 难道她是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任公爵吗 越了解后越发现 她真是一个让我捉摸不错的人 她会惩罚说我闲话的女佣 公共场合下 一点也不避讳地抚摸我脸上的斑纹 平时表现出一脸精灵的样子 但在某些事情上又傻得可爱 比这更奇怪的是 那晚她对马拉松说的话 我以为她的想法跟我一样 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商业怜名 婚后做一对表面夫妻即可 尤其像我这样的怪物 根本没有任何人愿意向我靠近 可最后发现 我想错了 我的妻子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我当成怪物 在她的心里 我就是她实至名归的丈夫 她甚至会用妻子的身份 捍卫我作为丈夫的尊严 少女的花似在我平静的心田头下的一颗炸弹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欣喜 但同时又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慌 于是我在最喜欢的庭院里 向她说出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并头一次向人说出 那段难堪的 黑暗的 充满着不幸的童年历史 在那之后 我便向伊莱娜提出了离婚 我以为到这一切就都结束了 毕竟伊莱娜最大的心愿是和我生下孩子 而我根本没有办法替她完成 没想到少女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她不仅不答应离婚 还眼神坚定地发誓 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我 我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说 还有那一天 她不顾自身安慰爬上高墙来看我 我急得头一次口不择言 当时的我还不懂为何如此生气 在之后的相处中 我不自觉地便将后背砍路给了我的妻子 跟她说了很久以前的事情 而那晚妻子真诚落下的泪水 似乎让那些难看的记忆变得淡了一些 还有之后托马斯的事情 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她竟气地向自己受到了欺负一本 我的心脏开始为她跳动 我时常在想 我的妻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她是个好人 一个神奇的人 令我感激的人 还是一个美人 我知道 整个公爵城的人都非常喜欢她 那么我呢 如果伊莱娜抛去公爵夫人的身份 我还需要她吗 如果我失去了她 那应该也只是回到以前的生活吧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 应该都不会受到影响 可真的是这样吗 直到那天小安娜急匆匆跑进来 还有柯林大喊着夫人出事了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根本不敢想伊莱娜消失在我的人生里 我抓了好友 让她立即施展空间魔法 带我找到她 那之后的事情 我已经记不清了 伊莱娜闭上眼睛那一刻 我只觉得天黑了下来 我想起小时候 鼓起勇气想跟父亲说养一只小鸟 安娜 去把鞭子拿来 她对不必要的东西起了贪念 必须要受到惩罚 从那天起 不能对不必要的东西起贪念 就像一道枷锁 牢牢锁住了我的一切欲望 就连我自己都对此深信不疑 多么愚蠢可笑 又傲慢 我甚至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能说服自己 我就不该擅自做出判断 认为自己不需要她的声音 不需要她这个人 伊莱娜 你之前不是问我 我需不需要你吗 我现在回答你这个问题 伊莱娜 我需要你 所以请你不要受伤 一直陪在我身边吧 自从伊莱娜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账策像变了一个人 不仅拍医生每天早中晚给她做复查 还在她吃药之后主动坐到床边 给她削喜欢的水果 每天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 基本都是待在她的身边 伊莱娜无奈表示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甜蜜的负担 虽然马拉松绑架我时 差点把我掐死 我倒也能理解凯一逊担心我的心情 但是她这么紧张担心的样子 是我从未想到过的 真的很想告诉她 这种程度的绑架并没有真的吓到 毕竟我还见过肯食着活人的怪物 还有世界灭亡的绝望 不过 伊莱娜回想起丈夫拼命救下自己的话 我那忘带面具的丈夫 和她那张忧心忡忡的脸 反而更令我难以忘回了 医生的例行检查一结束 没一会儿 公爵大人端着一盘鲜嫩多汁的袍子进来 伊莱娜看着自家丈夫两眼放光 自从成为患者后 她惊讶地发现 丈夫竟然很会削水果皮 不仅如此 她还能把水果削成可爱的兔子形状 即便吃水果意味着还得吃苦苦 但看在这么可爱的兔子份上 伊莱娜默默地忍了 她让丈夫帮她挑选一款新的水果 看着认真思考的公爵大人 伊莱娜突然觉得手痒了 好想摸一摸她的脑袋呀 突然 公爵大人低下身 左手伸向伊莱娜白嫩的脸蛋 轻轻擦拭掉少女嘴角上的果肉碎炸 一瞬间 伊莱娜感到呼吸都要停止了 好了 公爵大人露出满足的笑 少女的脸立马一个暴躯 公爵大人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非常淡定地继续削着手上的水果 聊得小娇气得心脏咚咚咚地乱跳不止 几日后 管家来报 马拉松的尸体莫名消失了 原来那天马拉松被公爵大人一见毙命后 尸体被送回公爵城保管 两天前决定将尸体送去王城进行审判 虽然马拉松已经死了 但王国内还有砍掉尸体头颅的刑罪 这一刑罚可以让马拉松再死一次 还可以将马拉松的罪行昭告天下 但是如今尸体在送往王城的路上 不翼而飞了 有目击者称 亲眼看到了尸体消失的过程 目击者 是的 根据证言 马拉松的尸体突然在目击者的眼前融化消失 一来那只觉得荒唐 是不是目击者喝多了 那人应该没有说话 而且人消失了 但衣服还在 一来那不禁困惑 如果这是盗贼所为 应该不会单单留下衣服才对 此时管家却提到一种猜测 马拉松生前似乎学习了黑魔法 黑魔法要依靠供奉人生 摄取人肉等可怕的方式才能起 哪怕只是学习 都是一种罪入 所以现在几乎已经失传了 而且传闻黑魔法是违背神意的魔法 所有吸的黑魔法 死后都无法回到神的怀抱 会被抹除在世间的一切痕迹 所以本 你是怀疑马拉松是因为学习了黑魔法才消失的吗 暂时还不清楚 但是我们会进行调查的 管家走后 一来那回想上次见到马拉松的细节 他当时确实有些奇怪 不仅身上散发出莫名的恶臭 还轻而易举打倒了几名壮汉 而且他的双手还变得黑漆漆的 就连他看起来正常的样子 都让人觉得非常怪异 他记得上上次马拉松被押解回去的时候 曾被怪物重伤过 还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身体部位 就他的伤势来说 他未免恢复得太快了 如果这一切都是因为黑魔法的力量 他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原来马拉松的尸体 是马拉松的姐姐来贝卡派人去销毁的 他在得知马拉松又逃出领地时 第一时间派出杀手去取他性命 为此还提前让人准备好丧腐 只等着这个蠢弟弟意外死亡 好参加他的葬礼 只是没想到杀手还是挽到了赢 马拉松不仅绑架了公爵夫人 最后还被公爵本人给杀死 如今公爵不仅对他们家族产生了怀疑 还做出了非常严厉的惩罚 莱贝卡的父亲气得直跳脚 他怪女儿出的馊主意 把马拉松强行困在领地内 逼得他走投无路才去发这种疯 然而莱贝卡的态度却异常平静 对于弟弟的死毫无波澜 他让激动的父亲冷静 结果老爵男越说越来紧 够了一声呵斥打断他 拜托您闭嘴吧 父亲别再大吵大嚷 吵得我头疼 老爵不可置信般看着他 你说什么 你怎么敢这么对我说话 突然来被卡胸前带着的宝石吊坠 发出耀眼诡异的红黑色光芒 被光芒照到的老男爵呆置在颜地 不一会儿 整个人像失去了生命力 成为一具任人百步的鬼 而处理好自己父亲的莱贝卡 转身去准备收拾马拉松留下的烂摊子 至于那位被绑架的工具夫人 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处理掉 另一边 伊莱娜努力回想着 最后一次见到马拉松时的不同寻常之处 他记得当时他的手里突然出现了一道光 他用那只手推了马拉松 结果直接把人给推飞了 虽然很令人难以置信 但他确信这股力量可以和马拉松的力量抗衡 而且他对抗马拉松的小啰啰时 那种力量没有起作用 或许这种光只对马拉松发挥威力 正当他苦思冥想之际 小侍女上前打断他 说是公爵大人邀请他一起共进晚餐 文言伊莱娜眼睛一亮 快 快跟他说没问题 接下来的日子里 伊莱娜一边在公爵城内有伤 一边继续实行他制定的恋爱计划 不知不觉间已经完成了前面五个阶段 第六个阶段是制造两个人共同的秘密 那天他看到了丈夫身上的痕迹 也听说了他小时候的故事 这两件事都能称得上是他的秘密 那第六阶段也算完成了 接下来是第七阶段 只要重复上面任何一件事情即可 原本伊莱娜是想邀请丈夫一起去湖边走走 可以想起丈夫下的命令 在他伤好之前严禁他出公爵城里 他就有点欲哭无泪 现在自己像个慈娃娃 海一讯整天就担心他哪里磕了泡 伊莱娜无力摔在床上 虽然有点霸道 但是只要一想起丈夫心疼自己的眼神 伊莱娜莫名地感到一阵春心荡雅 他说他需要我爱 就当伊莱娜乖乖待在公爵城里休养时 黑塔主立温顶着一张憔悴如狗的脸上门拜访 兄弟 你这是半夜当鬼去了吗 伊莱娜一脸疑惑看着他 顺便向他郑重道谢 幸好当时立温在耳坠上下了追踪的魔法 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计 没想到立温变出一个大盒子 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魔法工具 这些工具分别施下了攻击 防御 移动和通信等魔法 他们会对第一位佩戴者的声音做出反应 只要您戴上他们并默念启动 他们就立刻可以使用了 伊莱娜看着面前滔滔不绝向他说明的魔法师 不禁问出自己一直藏在心中的一股 你该不会是为了制作这些东西才睡眠不足的吧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上心呢 其实我调查过你 听说你这人是出了名的脾气臭 所以你虽然是个大名鼎鼎的旷世天才 但却有个外号叫臭狗屎 可传闻中性格极差的 在我面前却像只听话的小羊羔一样 只要是我吩咐的事情 你二话不说就会帮我做好 这一次还为了制作魔法工具而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 小编我看到这也猛低了 我说少女你是不是小破叔看多了 看见个帅哥就觉得他们有激情了 幸好伊莱娜并没有想差 她说的喜欢指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悟 你对我根本没兴趣 在意的只是凯依逊的妻子 我知道你们俩是朋友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的友情是不是有些过于深厚 伊莱娜想起丈夫曾说过 利文原本是个祭司 后面才转做魔法师 他们俩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的 后来就成了一气相投的好朋友 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利文对凯依逊近乎忠诚的友情也太奇怪 面对伊莱娜的疑问 利文终于说出了原因 原来当年她还是祭司的时候 日子过得并不好 是公爵大人出手帮助了她 让她结束了祭司的生涯 成功转职为一名魔法师 伊莱娜看着对方一脸低落的神情 意识到这是利文不愿向人提及的伤疤 她实相地没再问下去 反而更为真心实意地向利文道谢 并且在她离开前 询问了有关黑魔法的事情 你了解黑魔法吗 黑魔法师的身体会散发出臭味吗 利文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认为是没有的 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学习某些黑魔法师 需要在身边放一具尸体 并与其一起生活 而且必须是一具已经腐烂了的尸体 不仅如此 黑魔法师与尸体一起生活的时间 至少要超过半个月 才有可能沾上那种气味 并难以抹去 那有没有跟黑魔法相克的魔法 就是哪怕只是碰了一下 黑魔法师都会失去力量 提不起一点精神的魔法 没想到利文斩钉截铁地说 没有 这让伊莱娜感到意外 看来自己当时使出的力量 并不是魔法的一种 利文离开后 晚上伊莱娜心情颇好的 和丈夫共进晚餐 公爵大人觉得奇怪 你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 嗯 因为白天黑塔主过来了一趟 这件事她是知道的 听说自己的好朋友 还给妻子准备了许多魔法工具 是啊 就是因为这个 突然收到了这么多礼物 我真的好开心啊 此时的伊莱娜 完全没发现丈夫的情绪 只自顾自地想着不错嘛 利文作为朋友来说 还是很靠谱 转过头来发现丈夫 正一脸委屈巴巴看着她 原来你是因为 利文心情才这么好 哎呦喂 公爵大人您这是吃醋了吗 你俩可真有意思 伊莱娜以为利文喜欢凯一逊 凯一逊又以为利文喜欢她 利文这个工具人直接躺枪 呵呵 我走还不行吗 吃醋的公爵大人也太可怕了吧 只见她一个叉子下去 原本结实的盘子立马四分五裂 看得伊莱娜目瞪口呆 忙问丈夫你怎么了 没事 这个盘子似乎质量不太好 啊这样啊 傻乎乎的伊莱娜 还不知道此刻的丈夫错得飞起 于是第二天早上醒来 看到堆满整个房间的礼物 少女精的差点从床上蹦起 小侍女贴心地捧着礼盒来到她面前 炫耀班表示这些都是公爵大人特意给她准备的 主人说这些您都可以随意使用 少女精的下巴差点掉下来 这么多的魔法工具 都够给她一个人上战场征战了 这时小巴比拿了一封信过来 信上没头没尾的只写了句 你不会是忘记我了吧 伊莱娜一脸问号 搞不懂是谁送来的 此时来复查的医生宣布 伊莱娜已经完全康复 她的禁足令随之解除 少女开心地忘乎所以 爷爷爷 以后自己可以不用一个人睡觉 又可以和帅气迷人的丈夫一起睡觉觉 可到了晚上 伊莱娜躺到床上后 发现自己居然不是从前那般淡定 她偷偷瞥了一眼身旁的丈夫 恰好丈夫此时正看着她 伊莱娜趁此挑起话题 聊起今天外出的见闻 也不知道老管家是怎么散播的传闻 现在小安娜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听说之前欺负她的小孩子 还给她送了花和吃的 那真是太好了 凯伊迅翻个身面向伊莱娜 伊莱娜顿时直勾勾地盯着她 你最近是不是很忙 不 也没有特别忙 你骗人 我都听说了 你除了吃饭时间 其余的时间都待在办公室 没什么的 最近是有些要处理的事情 但解决完那些问题之后 就能恢复正常 那绘画课就等你忙完以后再重新开始 还有 伊莱娜有点忐忑地摆梦手指 颇为不好意思地说 等你没那么忙吧 我们也一起去划船吧 凯伊迅没想到 小妻子目前最想做的事情 居然是这个 划船 嗯 你划过船吗 没有 那第一次划船也是跟我一起了 伊莱娜立马兴奋起来 我之前看好了一片虎 听说那是个出了名的划船圣地 很多恋人都会去那里玩 说完又害羞地无嘴 自己怎么这么自然地 说出恋人这两个字呢 总之 一定很有意思 嗯 我很期待 我也是 少女见邀约计划成功 终于安心到了巨晚安 祝你好梦 伊莱娜 丈夫温柔地回了她一句 然后闭上眼睛准备睡觉 结果没两秒又听到小娇气喊她 凯伊迅 你睡了吗 那个 如果你愿意的话 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散散步 晚风起起 在月色照亮的庭院 一对小夫妻在悠然自在散步 少女高兴地笑弯了眉眼 下一秒却不小心晚了下 就在她要跌倒的时候 一双大手扶住了她 公爵大人对她温柔一想 庭院里比你想象的要黑得多 所以牵着我的手 伊莱娜红着脸 不自觉就把自己的小手 递给面前的大手 两手紧紧交握 看着丈夫一脸温柔的笑 少女的心脏从未像这一刻 跳得如此之快 她的眼神紧紧黏在迷人的丈夫身上 久久回不过神来 与此同时 一辆马车正往公爵城的方向行驶 马车上 女婆略为坦克的问 少爷 这真的是最好的办法 男人面无表情回答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接着男人又立声催促 不再快意 伊莱娜 你在等一边 这一次 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 黑色下的静谧庭院中 一对小夫妻正手牵着手散步 逼来那的心脏 从未如此刻这般碰碰乱动 她内心不停耐喊 冷静点闹我的心脏 凯依逊主动牵我的手 一定是因为这里太黑 怕我摔倒而已 身旁的男人似是没察觉到 少女通通的小脸 闭脸温柔问她 要不要休息一下 少女下意识回了句 好 可等丈夫把手松开 心里顿感一阵怅然若失 你是睡不着吗 不是的 我只是今天有点失眠 平时大大咧咧的少女 此刻不知怎地紧张起来 丈夫一脸关心的太冷 你要是有什么烦门 不是的 我没有什么烦心事 只是看你这么照顾 有时候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慈王 哪怕只是一点小事 你都会替我担心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 凯逸逊不禁想起之前妻子的丰公伟计 突然有点脑壳疼 少女不满的吹吹嘴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 啪哒一声轻响 一片哭狂的叶子掉在少女的额头上 凯逸逊轻轻将她拿下 少女却灵光一身 随即想到一个解决失眠的好毒 回到房间里 一来那兴致勃勃地说着 她小时候每次哭闹睡不着 如母会讲古老的童话故事来哄她入睡 不过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不想听童话故事 我想听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 嗯 只要是你过去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都想听 比如你讨伐魔物的故事 还有你是怎么救了小安娜和小汉四 可那些事情都很无趣 没关系 那反而更好 故事无趣的话 我肯定听一会就睡着了 当然 比起讲故事 其实少女更想听丈夫唱摇篮曲给她 公爵大人最终奈不过小娇妻的要求 开始一板一眼地讲着自己的故事 果然 不一会儿 一来那就在丈夫那让人安心的声音中 进入梦乡 察觉到身旁已经安然入睡的小娇妻 海奕迅紧紧盯着妻子的脸看了一会儿 回来之后 我身边就多了一个你 我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娇小刘若的人 所以照顾你时难免会格外小心 因为我不想让你受到伤痕 一来呢 我家去跟女佣说一声 今天早上不要叫夫人起床 想让小娇妻睡到自然醒 正是因为这一体贴的举妇 一来那一觉醒来后 发现自己浑身舒适 无比畅快 她愉悦地深了得懒腰 她来还是听丈夫讲故事有效 以后得每晚都让她在睡前讲故事才行 此时老管家来比方 公爵城有一位贵客到此 此刻一来那怎么也没想到 来拜访她的贵客 竟然是她的哥哥 而且哥哥还一脸不爽地站在马车边 脸色阴沉地等 一来呢 哥哥亲自来接你 我来带你回家 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一来那气鼓鼓地看着不讲理的亲哥爱德 就在五分钟前 爱德带着家里的女仆杀到公爵城 目的就是把一来那带回家 一收到你的信 全家就开了个会 我们一直在考虑 为了你的安全 要不要把你带回家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以后 父亲也同意把你带回去 所以别再浪费时间了 带上行李跟我们走吧 一来那看着激动的亲哥只觉脑壳疼 所以你的意思是 让我结束现在的婚姻 永远地回到家里 没错 你说话能不能靠谱一点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一来那果断拒绝 爱德依旧坚持 始终认为一来那遭遇绑架 都是公爵城的防护不到位 你知道劫匪来自哪里吗 他从都城过来的 所以这压根不是公爵城的问题 一来那一边解释成 一边让女仆们把自己的魔法道具都拿出来 看见没 这些足以媲美一支军队的魔法工具 还有这三位恐无有力的贴身本标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爱德明显有些被说服 却仍嘴硬地说我不信 亲爱的哥哥 我知道你们是真的担心我 但你看见了 我在公爵城里很安全 所以我不会回家 也没有必要 待会儿我安排一间房间给你 难得你过来一趟 就先好好休息吧 一来那刚松了一口气 谁知爱德还不死心 甚至扬言一来那的遭遇 是跟公爵身上的诅咒有关 气得一来那当场拍桌子 外人这么说 她老公她都恨得全记在小本子上 现在自己的亲哥也这么说 就当一来那要当场发标时 一道温柔的男生想起 原来您在这里 听到说有贵客到吗 所以我过来问候一下 海一逊一脸微笑地走过来 仿佛没有听见爱德刚才诋毁 不知道我有没有障碍两位 没有没有 你不用问候他 反正他很快就回去 一来那愉快地给自家亲哥做了决定 公爵大人迈步上前 来到大舅哥面前 好久不见了 爱德沃特 索尔泰青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公爵大人伸出事 接着大舅哥像是要较劲般使劲握住 结局不用想 温柔的大舅哥 哪里掰得过常年耍剑的妹 只见他脸都红了 海一逊仍是一脸云淡风轻的样子 接着若无其事般分 房间已经给大舅哥准备好了 本带客人过去吧 背办了一局的爱德一脸吗 什么 不 你们不用招待我 我是来把伊莱娜带回家的 到了晚上 伊莱娜一脸严肃看着自家帐篷 你今天是故意的吧 你是指什么 我正想对爱德发火 你就进来了 应该不是巧合吧 海一逊垂下眼眸 遮住眼里复杂的目光 点头说 对 你为什么那么多 如果你没进来 我就会当场拔掉爱德一半的头发 或者干脆让他一辈子当光头 伊莱娜今天是真的被气到 可下一秒 钻井的拳头被一只大手握住 我之所以会进去 就是怕你这么干 因为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和家人争吵 所以我才会插手 我也没想跟他争吵 伊莱娜突然有点小心虚 我只是想代表月亮 惩罚他一下而已 公爵的心中一阵诧异 看着一心只为自己的小娇妻 不禁露出了幸福的笑颜 伊莱娜完全没想到 清歌爱德为了让他回家 竟然公开说凯依逊的坏话 还被凯依逊本人听到 当晚小夫妻夜话 伊莱娜非常自责地跟自家丈夫道歉 哪知凯依逊只温柔地牵紧了她的手 没关系的 伊莱娜 那些话只要不是你说的 我都不会介意 所以你无需放在心上 伊莱娜只觉得心里抽抽的疼 怎么可以这样 我的丈夫总是这么善良 是了 以前托马斯那样口出狂言 凯依逊不也没有计较过吗 是因为 他已经死心了吧 伊莱娜越想越气费 在心里狠狠地给爱德记上一笔 抓着丈夫的手躺下 跟丈夫说了一晚上 爱德以前是怎么欺负她的 第二天再见到爱德 伊莱娜非常严肃地警告她 如果还想做她的家人的话 不许再提起关于丈夫诅咒的传闻 爱德看着亲妹严肃认真的表情 善善地应下 好的 不过你真的不打算回家吗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 我不回去 伊莱娜皱眉摆摆手 如果你是担心合同的话 合同 是了 一说起这个 伊莱娜想起自己 当初是代替表妹嫁给公爵的 所以说 尼埃勒已经答应代替自己嫁给公爵 没错 她经过深思熟虑后 觉得你是牺牲自己代替了她 伊莱娜听完只觉得搞笑 这是什么过家家的游戏吗 中途还能换个妻子过来 总之 爱德依然非常坚持让伊莱娜回娘家 伊莱娜仍是大大的两个子 拒绝 如此兄妹俩僵持了几日 爱德也在公爵承住了几日 直到这一天 爱德把伊莱娜叫到一旁 说要跟她好好聊聊 虽然你脾气很坏 但是却没有野心 你从来没要求过什么 或者抱怨过什么 也没对任何东西起过贪念 可是 这样的你 却在几个月前 第一次执拗地想要做一件事 事先也没跟家里商量一下 就自顾自的 甚至还不惜说谎 听到这伊莱娜的眼睛不由顿着 你说自己是因为爱卖伊哈德公爵 才代替米埃勒与妻结婚的 你说的 不就是谎话吗 没想到第一个支持伊莱娜回家的 居然是自家丈夫公爵大人 而凯依逊也因此 意外收获到小娇妻的香文一个 上集讲到爱德找伊莱娜谈话 严肃地指出她当初结婚的借口 全是谎言 伊莱娜 我们是一个母亲所生 从小在一个屋檐下长大 你觉得我们连你是不是在撒谎都看不清吗 当时 家里的每个人都能看出你在说谎 当然了 目前来看 似乎也不全是谎言 但是 父亲是因为当初你的坚持 才答应了这门婚事 可收到你被绑架的来信时 又后悔又自责 伊莱娜想起老父亲还在远方担心自己 不由觉得一阵愧疚 我现在明白你所处的地方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亲自见一见父亲 见到他以后 亲口去说服他 让他安心 这比通过我来转达会更好一些 你明白吗 希望你能答应我 拜托了 没想到当晚 公爵大人温柔地笑着说 你还是回去一趟比较好 结婚后 你和家人一次面都没见过 趁这个机会 回去待一段时间也是不错的 而且 我也害怕你的家人会因为我不让你回去 而讨厌我 讨厌你又怎样 反正你跟他们也不是一家人 是啊 我跟他们不是一家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 让深爱你的那些人看好我 于是第二天 凯依逊找来好友利温 施展巨大的魔法阵 将小娇妻一行人传送回娘家 伊莱娜本来不想带那三个贴身保镖 奈何三位帅哥坚持要跟着去整件事 伊莱娜得意地在艾德面前嘚死 看到了吧 我丈夫的朋友有多强 一次性将这么多人传送到都城 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最后小两口分别是 伊莱娜依依不舍地看着丈夫 心想 隔好几天都看不到这个温柔又深情的男人 他一步冲了上去 在众人惊掉下巴的眼光下 捧着凯依逊的脸揪眯了一下 全然不顾身后自家哥哥吃人的表情 挥手道别 而被亲了的公爵大人 用手捂着被亲过的脸蛋 还沉浸在刚才的幸福里 久久回不过神来 魔法阵将伊莱娜等人直接传送至都城娘家 大姐一见到自家小妹 激动地将人抱进怀里 紧紧相拥 伊莱娜热情地跟家里人打招呼 结果家里的庸人们都眼光热切地看向 跟在伊莱娜身后的几个人 看见了吗 那是谁啊 好像说是魔法师大人 他好帅啊 像王子一样 还有那几位骑士看着也很不错 伊莱娜猛逼得挠挠头 什么情况 这些家伙居然人气还挺高的 伊莱娜终于再次见到帅气的老父亲 走进房间 一股温暖的气息迎面扑来 您怎么点上暖炉了 听说你要来 我就想起来了 你从小就特别喜欢暖 过度保护的原因吧 父亲 伊莱娜 你还记得结婚当天 李姐姐对你说过的话吗 她说 只要你想 随时可以回家 是的 我还记得 我想告诉你 那句话是真心的 你无需考虑条件 也不必顾虑你的情况 和周围的环境 你只需在意你内心的想法 所以 如果你想回来的话 随时都可以 我们的家门随时为你打开 只要你明白这一点就好 听着老父亲发自肺腑的关心与爱我 伊莱娜感动得说不出话 好的 父亲 伊莱娜回到娘家 难得一次与亲爱的家人们团聚 当晚高兴地多喝了几杯 爱德无奈抢下她的杯子 就怕这傻妹妹喝多了耍酒风 姐姐笑着提议让她到院子里吹吹风 这时 同样喝高了的三个护卫 七倒八歪地表示要跟在伊莱娜身边保护她 伊莱娜看得满头黑线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柔和的月色下 坐在院子的伊莱娜吹了一会儿夜风 感觉头脑清醒很多 少女双眼紧闭享受着阵阵清风 嘴里却突然喊了一句 爱德 你要躲藏到什么时候 爱德从身后走出来 脸上有点小不满 你怎么知道是我 就莫名觉得会是女 伊莱娜全起身体 脸上带着罪人的红韵 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说我的丈夫 你说实话 他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个好人 你不是很会看人吗 回应他的却是哥哥的白眼 你都喝醉了 我能跟你说什么呀 爱德叹了一口气 脑子里却回想起之前去找凯依逊的成绩 当时他私下找到凯依逊 询问为何没有将自己赶走 然而凯依逊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意念 凯依逊根本不在乎任何人对他的看法 包括他这个大舅子 他之所以没有赶走爱德 那是因为爱德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依赖的 我之所以招待你 是因为你身为哥哥 是真的在为我的妻子着想 公爵冰冷的眼神看着他 仿佛只是在跟一个陌生人说话 爱德虽然事后知道公爵是真心喜爱妹妹 心里仍是觉得不爽 是不是好人我还不清楚 但我觉得 他应该能成为你的好丈夫 听到丈夫第一次得到家人的肯定 一来那顿时开心的合不拢嘴 另一边 提着油灯在四处寻查结界的利温 却被姐姐莉莉叫住 利温满脸猛逼 只因姐姐刚刚喊的是西莉 她根本没反应过来喊的是她的名字 因为你叫西德利温 所以是西莉啊 不是 怎么突然叫住她 还给她起了个奇怪的称号 利温还在懵圈中 吓得利温赶紧跑上去稳住利温 原来今晚利温同样非常高兴 从小她就疼爱妹妹 可是突然某一天 妹妹跑来跟家人说 她要结婚 却又不告诉家人们真正的原因 她到底在想什么呢 到底想用她那柔弱的身体背负起什么 姐姐又心疼又无奈 利温对此也感到意外 毕竟她了解到的是 两人结婚是为了促成一桩生意 虽然我不清楚 但是 公爵夫人在公爵城里的时候 看起来非常幸福 尽管两人相识的时间不长 但相处起来非常的融洽 他们彼此依赖 就像是命中注定一般 利温一直觉得这两人的相遇非常的不可思议 原来她是真的很幸福 那就太好了 谢谢你 担忧的姐姐终于放下心了 语气一转 却将话题放到利温身上 你是个非常好的人 那个 你真的好善良 你不仅亲切 还温柔帅气 少女说着说着 竟低头睡着了 无奈的魔法师一脸惆怅 又不能单独把她留在这 于是将人打横抱起 亲自护送回房 第二天 当一来那恰好碰见一项彪悍的姐姐 竟然小女儿搬在跟她的魔法师说话时 震惊了五秒钟 过后她询问利温 你俩什么情况 利温无奈地将昨晚的事情说出 最后她抱着利利 在询问庸人后 把人送回了卧室 我本以为没有比黑塔主更让人震惊的称呼 什么 只见魔法师眼神玩味地看着有点猛的少女 你们果然是一家人 我算是开眼界了 之后在少女一脸懵圈的神情下转身离开 回到娘家的伊莱娜还去探望了表妹 幸好表妹之前说的 代替她留在公爵城只是气味 她和男朋友吵架了 一气之下才答应换回来这么离谱的请求 伊莱娜总算松了一口气 餐桌上 叔父真心地感激伊莱娜委屈自己代替了她女儿 叔父 应该我谢谢您才对 多亏了您 我才能和心爱的丈夫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 真的很感谢您 叔父诧异地瞪大眼睛 随即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下 原本她还担心侄女嫁到那么远的地方 现在看来侄女不仅过得很好 还过得非常幸福 两人当初结婚 约定的是给予叔父一座矿山 挖掘文物一直都是叔父的梦想 最近在矿上中挖掘到一件文物 碳形状应该是一件武器 你有兴趣去看看吗 不了 我不去看了 伊莱娜对武器一类的文物不感兴趣 笑着婉言拒绝了 离开叔父家后 伊莱娜带着利温和三个护卫逛街 准备去经常光顾的弹塔店买点弹塔 怎料恰好遇到神殿的马车堵在前面 他们的马车轮子掉了 正在修理 可是因为人手不足难以修好 伊莱娜正想要叫自己的三个保镖帮忙 身旁的利温却语气声了 我们只要把马车挪走 从这里过去不就可以了吗 夫人 说着不等伊莱娜回忆 在众人一脸震惊的色中 直接使用魔法将前面的马车漂浮到空中 你这是干什么 神殿的人员大惊失色 现在您遭遇这样的事情 难道不是因为您嫌弃吓人赃 不愿意与他们同场吗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您应该一开始就选择与下人一同乘坐马车 希望您能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 马车通过后不久 伊莱娜定定看向利温 你跟刚才那位认识啊 认识 但是不属 伊莱娜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回到家中 当晚看见利温独自站在窗边 似乎在思考什么 黑塔主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只是在想一些事情 在想什么事情 我在想凯亦逊 得到答案的少女迅速生起警惕的眼神 这时 利温却转过身来 一脸严肃看着她 你知道 我和凯亦逊是怎么认识的吗 谁又能知道 表面圣洁受人爱戴的神殿 被地里做得尽不是人事 利温是一个孤儿 从小便流落街头 就在快饿死之时 偶然遇见神殿的祭司 被带回神殿 但之后的日子 并没想象般那样美好 神殿利用利温圣洁般的外貌 将他打造成一个漂亮的骗子 伤心欲绝的母亲向神殿祈祷 保佑他的儿子痊愈 即便明知他的儿子已无药可救 利温仍要违心地告诉他 神殿可以保佑孩子平安 之后母亲便会给神殿捐一大笔钱 利温不想做这种骗人的事 可每次只要他反抗 就会被祭司关进地楼 禁闭三天 那之后 只要我抱怨说自己办不到 他就会把我关禁闭 闭关就是好几天 连口水也不给我喝 直到两年后 我见到了凯一雪 那时 神殿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没有汉烙灾害 也无需祭司神明 贵族中开始有人质疑神殿的作用 为了巩固神殿的地位 祭司又想出了一个损招 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公爵大人 试图利用他脸上的班纹 证实确实存在所谓的恶魔的诅咒 然后举行盛大的驱魔仪式 以证明神殿是有大作用的 但他们无论如何努力 都找不出班纹跟恶魔有关 这时祭司又想出个狠招 凭空捏造 没有证据就造一个出来 等一下 逆来那气氛的喊暂停 转身跑去拿了一壶茶回来 再不喝几口茶水压压 他怕自己忍不住冲去神殿找人算成 利温看到好友的妻子如此为负好友 不由露出暖心的微笑 那时神殿给我的任务是 留在麦依哈德公爵身边 尽可能地找出可疑之处 如果实在找不到 就让他当着众人的面自残 待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受伤后 神殿会自行把伤口处理成 恶魔之力所伤的样子 但是在见到凯依逊的那一刻 一个念头突然涌入了我的脑海 让我一世忘了原本的任务 我当时想 要是那片受到恶魔诅咒的班纹 长在我身上就好了 来到公爵身边的利温 不仅没有按计划 执行神殿的任务 反而整天跟在凯依逊身边 诉说着自己如何希望 那片班纹长在自己的脸上 怎么样 我也不比你走运到哪去 我穿上这身白色祭司袍 整天靠坑蒙拐骗 替神殿领起 要是不这么做 神殿就把我关禁闭 饿上我几天几夜 你知道那种喊破喉咙 都没人理会的感觉吗 你跟我不一样 你不是孤儿 肯定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人们之所以对你的班纹感兴趣 其实也都是因为你的血统和身份 像我这种出身不明的谷尔 就算脸上长出花来 也不会有人在意 如果你的班纹长在我身上 可能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祭司了 而你也应该不会跟我待在一起 被我调查受诅咒的证据 说到这里 凯依逊突然停住脚步 转身反问 你会施展魔法对吧 虽然你一直深藏不露 但其实你是懂得施展魔法的 对吧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离开神殿呢 你说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不辞去祭司制止 男人的问话直击青年的心灵 立温紧皱眉头说出原因 神殿内侧的大祭司房间里有一本名册 只有把我的名字从上面抹去 我才能脱下这身祭司袍 但我被禁止出入那里 硬闯进去不就行了 白发青年沉默不说话 凯依逊稚嫩的脸庞上露出一丝丝惆怅的表情 原来你是下不了手啊 可以理解 毕竟从前的我也是那样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家人的生死变得对我无关紧要 而当他们真的去世时 我也没有任何感觉 即便如此 我还是做不到亲手杀了他们 随后语气一转 问立温如果能从神殿里出来 想要做什么 立温一个顺口说出想做跟魔法相关的事 话到一半立马否认 说自己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凯依逊只定定看他一眼 然后露出一抹玩味的笑 结果第二天 直接甩给立温一本厚厚的书籍 打开后发现 竟然是那本写着自己名字的名册 立温瞠目结舌 凯依逊真的把名册搞到手 而且只用了短短一天 是把整本名册烧火 还是只抹去你的名字 你自己看着办吧 听说当晚神殿的内部 有一半都被摧毁了 少女听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年轻时的丈夫 竟然这么英勇神武 后来我才知道 他前后只用了一个小时 而且还是只身一人潜入 打倒了所有的骑士 甚至还破除了大祭司的结结 神殿并没有追究这件事 毕竟让人知道神殿被凯依逊只身攻击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更何况是神殿试图招惹凯依逊在先 除非他们堵住我的组 否则免不了要对此做出解释 事后利温曾想要报答公爵大人 结果公爵却对他说 你什么也不必做 就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 获得自由后 我被当时的黑塔主受为了弟子 并在一年后成为新任黑塔主 我时常在想 如果当时凯依逊没有为我挺身而出 我的命运又会如何 也许我会一直被神殿奴隐 直到被逼得发疯发狂 最后误杀几个人过上逃亡的生活 听完利温讲述的一切 一来那一在心中做了一个决定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他带着彻夜通宵做出来的账本 好去神殿要债去吗 去 把迄今为止以我的名义 捐给神殿的所有捐款 统统都给我交出来 这自家丈夫曾经被神殿谋害的 一来那这次没有像往常那样 只记在小本本上 而是连夜整理出这几年的捐款账策 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神殿要债去 利温被他这个举动弄得有点猛 你来神殿就是为了要钱 是啊 我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 有什么不明白的 要是不出这口气 我怕是会气晕过去 接待他们的祭司 恰好就是昨天马车坏了那一位 一来那半分脸色都不给 直接叫他们把他这几年的捐款 一分一毫全部还回来 祭司礼貌假笑 我能问一下理由吗 顺便提醒您一下 神殿不接受个人非理性退款申请 特别是因听信他人谈言 而对神殿失去信任的情况下 祭司一由所指的看向利温 接下来的话更是语出惊认 竟然直接就给公爵大人定罪 说他脸上的斑纹就是来自恶魔的诅咒 利温急得想要反驳 伊莱娜却一场冷静拦住他 让祭司把话说完 祭司以为是自己的话 把伊莱娜震住 还在大言不惭 说公爵脸上的斑纹 和古代恶魔的文样 几乎一模一样 我听说是相似而已 并非完全一致 纹路相似本身就很有问题 至于那细微的差别并不重要 祭司露出一脸奸笑 怎料立马被少女反将一军 我早料到你会这么说了 接着少女甩出一本古朴的书籍 看到上面的图案了吗 这是像古代恶魔献祭时刻的文样 而神殿入口出的柱子上 也刻着跟这一样的文样 祭司看到图案后再也坐不住 急得满头大汉的反驳 两者尽管非常相似 但仔细看的话还是有区别的 纹路相似本身就很有问题 至于那细微的差别并不重要 你说是不是啊 拜卡祭司最终在少女聪明的计谋下 两人成功拿回了所有捐款 走出神殿后 逼来那笑得合不容嘴 只要一想起刚刚神殿还钱时 那一脸肉疼的样子 她就身心舒畅 心情好的可以多吃两大碗米饭 只有利温发现事情的关键里 就是那个所谓的给恶魔献祭的图案 逸来那是怎么知道的 少女一脸疲惫 却精神十足的说 为了找到相似的文样 她连夜翻了一百多本书 确实花了不少时间了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钱 逸来那没想好 开玩笑说要不这些钱给你 利温却不要 看着这些神殿坑蒙拐骗得来的钱 她心里隔音 恰好这时走到可爱的护卫们面前 逸来那将那代沉甸甸的金币 抛给托马斯 心里此时已有了好主意 用这些钱给公爵城的骑士们 做深窥解 或者给他们采购一堆训练用的耗材 好像也很不错